在1947年7月,美國新墨西哥州的羅茲威爾發生了一宗不明飛行物體的墜毀事件 幾乎現代所有的神秘學、飛碟學、陰謀論都是由羅茲威爾事件開始 成為現今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的不解之謎 有人說事件中有兩隻UFO墜毀在地球上 UFO上有多個外星人,其中有些仍然生還 最後還引發1952年的華盛頓UFO事件 甚至人類在這些UFO上進行逆向工程,得到了外星科技 而且通過仍然生還的外星人,人類已經與地外文明展開交流 有人說美國政府為了要管理有關與外星人的一切 在各個界別召集了12個人,成為一個專門管理地外文明的組織 這個組織不僅與光明會有關 還成為日後軍工企業和深層政府的源頭 也有人說因為美國政府與外星人簽訂條約 所以有部分外星人在美國的51區和杜西基地工作 後期更衍生到地球上有動物被肢解的個案 也有人被外星人綁架進行人體實驗 還有人說美國政府因為羅茲威爾事件成功取得飛碟殘骸 繼而使用逆向工程 已經成功利用到無限能源,即是零點能 而且已經開發出反重力裝置 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呢? 如果是有的話,他們的生理結構和人類又有什麼不同呢? 大家好,我是戴戴,歡迎再次來到Diamanson D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下地球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不解之謎 羅茲威爾事件 其實要講起羅茲威爾事件就要由1947年的6月份講起 在1947年6月24日的下午 一個叫做阿諾德的飛行員駕駛著他一架單引擎私人飛機 就在他飛過華盛頓州的赫斯開山脈的時候 在海拔4391米的高空 突然發現左邊有些發光的物體引起他的注意 於是阿諾德就看過去光源的位置 發現有9個發出強光的碟形物體 當時他估計那些物體每隻大約15米長 這9隻飛碟飛行的時候其實是有隊形的 他們排成梯形地飛行 即是好像一個V字一樣 而且這些飛碟在山岳間穿插地飛行 最後他們飛過其中一座山峰之後 就在山峰的後面突然消失了 阿諾德當時估計這些飛行物體距離他的飛機大概3至4公里遠 他推測當時他看到的飛行物體的強光 是由於太陽光照射在這些飛行器的金屬表面上 而這些金屬表面因為反射太陽光 所以看起來他們好像發出強光一樣 阿諾德當時隨手拿了些工具 測量一下這些飛行器的大小和速度 發現整隊飛行物體的編隊長達8公里 而且飛行速度是每小時2700公里 當時最快的噴射機 飛行速度也只是每小時900公里左右 即是說這些飛行器比當時最快的飛機還要快3倍 而現時的民航機都是一般一小時只能飛900公里左右 相當於1947年最快的噴射機 還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 這些飛行器的飛行路線不是一條直線 他們會上下上下好像跳下跳下飛行 如果要用一個最貼切的形容說法 就好像你在湖邊片石仔一樣 那些石仔會在水面彈一下彈一下 情況就好像阿諾德當時看到這些飛行器的飛行路線一樣 同日下午的4點 當阿諾德的小型飛機著陸之後 他和當地機場的幾個飛行員說這件事 之後這個消息就很快傳出去 當時的新聞媒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大幅報道這件事 大批記者去找阿諾德做訪問 當時阿諾德和記者說 他看到那些不明飛行物體飛行的時候 就好像湖邊片石仔一樣彈一下彈一下 所以他很隨口就說了一句 I see the flying saucers 而其中一位記者就引用他這句話成為標題 因此後面形容這些不明飛行物體的時候 就多了一個新詞語 飛碟 fying saucer 而飛碟這個詞語很快在全世界成為不明飛行物體的專有代名詞 自從7月1日開始 阿諾德事件之後 新墨西哥州的南部都發現有不明飛行物體 美國空軍就一直在雷達上追蹤那些不明飛行物體 這些不明飛行物體最先在白沙導彈試驗場的本陣區出現 即是羅茲威爾的附近 而在1945年第一支原子彈就是在白沙導彈試驗場這裡試爆 而且這裡還有好幾個軍方單位在研究火箭和導彈 7月2日羅茲威爾軍用機場的軍人收到空軍總部的命令 叫他們去白沙試驗場的雷達站執行任務 任務的內容就是監視附近的不明飛行物體 如果有任何發現馬上向空軍總部報告 當時在白沙試驗場裡 基本上是沒有人相信有不明飛行物體出現的 所謂的飛碟當時只不過是一種都市傳說 大部分人都覺得這是一種迷信 當這些不明飛行物體第一次在空軍雷達上出現的時候 操作人員以為是雷達出現故障而造成 後來不同空軍基地的雷達分別出現這些不明飛行物體 經過不同空軍基地交換信息之後 才確認了的確是有不明飛行物體出現 當時他們發現這些不明飛行物體就是出現在新墨西哥州的南部 而且每次出現都是突然之間在某一點出現 再移動到另一點又突然之間消失 同一日在附近的羅茲威爾地區氣溫非常炎熱 而且還出現當地有史以來最強烈的暴雨和雷擊事件 7月2日晚上9點50分 羅茲威爾城鎮裡一間五金舖的老闆正在他的房子外休息 突然之間他發現一個巨大的發光物體 從東南面向西北方向高速飛過 五金舖的老闆形容那個物體是橢圓形 而且內部發出極強的光芒 當時這個物體就在他們的屋頂飛過 大概四五秒之後就完全不見了 不單止五金舖的老闆 城鎮裡其他的目擊者都看到天上有一道很強的光芒 顏色大概是灰藍色 就好像燒汗時所產生出來的火花一樣 本來他們以為是一道閃電 後來看真些發現其實是一個物體高速在天上畫過 過了幾秒之後那個物體就墜落在遠處的某個地方 而在羅茲威爾中心的聖母醫院裡面 當時院長和修女在做勵行祈禱 他們都看到一道強光射到地面 當時他們以為是一架飛機墜落在羅茲威爾的某個地方 而且他們還將這件事寫在日記裡面 同一時間羅茲威爾空軍基地的雷達也發現那個不明飛行物體 它在雷達上突然之間出現 隔了幾秒之後又突然消失 這個情況斷斷續續地出現 在雷達上的這顆不明飛行物體 時不時都會出現一會又消失一會 直到7月2日晚上11點20分左右 才在雷達的螢幕上完全消失 當時有三個雷達站都有記錄到這個不明飛行物體的出現 7月3日和7月4日 羅茲威爾地區一直在下傾盤大雨 而且還不停行雷閃電 在1947年的7月5日 在距離羅茲威爾西北邊120公里 一個叫做Corolla的地方 有一個牧場主人Mac Basil 由於之前聽過一些比雷聲更大的巨響 所以他趁著7月5日不算太大雨的時候 巡視自己的牧場 他騎馬去到一公里以外的木蘭 看看羊群有沒有被電擊擊中而受傷 在這個時候他發現一些金屬碎片 散佈在他的農場400米的範圍裡面 於是他隨手撿了幾塊碎片 在7月6日拿去羅茲威爾市給其他人看 但都沒有人知道這些碎片是什麼 於是就有人建議不如他把碎片拿去給當地警察看 而當地的警長看到這些碎片之後 就通知了羅茲威爾空軍基地 在7月7日羅茲威爾空軍基地派出Jesse Marcel少教 來到現場和牧場主人一起視察 在牧場裡面散滿一地的金屬碎片 Jesse少教是羅茲威爾空軍基地的情報官 他曾經在空軍509部隊工作過 509部隊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擁有原子彈的空軍部隊 當年在日本投放原子彈的就是509部隊 而剛巧他們的基地正正在羅茲威爾 而羅茲威爾附近也是當年美國 經常用來測試各種武器的實驗場地 Jesse少教來到現場之後都認不出這些碎片 是來自任何他已知的飛行器 又或者是任何天文觀測用氣球 同時他發現這些金屬非常特殊 不屬於任何他已知的金屬 這些碎片有些是一條條好像公子鐵的物體 有些是薄薄一片的金屬片 他發現那些公子鐵上有一些奇怪的象形文字 如果要他形容的話 以他當時的認識 他認為那些象形文字 有點像古代的埃及象形文字 還有那些金屬片 每一塊都很輕 輕到好像完全沒有重量 而當你嘗試大力插槽這些金屬片的時候 那些金屬片會馬上打回原形 就好像我們現代的記憶金屬一樣 不過我們現代的記憶金屬只會是慢慢地變回原形 而Jesse少教當時發現的記憶金屬 在一插槽之後他會馬上變回原形 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的金屬零件 異常那麼堅硬 他看到這些金屬和殘骸之後 深知整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他向上級報告完之後 深知軍方很快就會來查封現場 所以當晚他除了回收了部分殘骸去羅茲威爾空軍基地之外 還收了幾件殘骸拿回去給他當時只有11歲的兒子看 他兒子在2007年聲稱他爸爸曾經帶過一些碎片回家給他看 他爸爸跟他說他在牧場發現大量這些碎片 但是就沒有發現任何完整的飛行器 他推測應該是某種飛行器在接近地面的上空爆炸 在接觸到地面之前已經解體 他在觀察過這些碎片之後幾乎可以肯定不屬於任何已知的飛行器 當時他爸爸拿了一枝很小的公字鐵 上面有一種他看不明白的文字 每個字大概是7厘米大 某些金屬拿上手好像木頭那麼輕 也有些好像羊皮紙一樣的材料 啡色但是極其堅韌 他們嘗試拉開或者用刀割開它們 但是都不成功 甚至乎他們嘗試用火去燒都燒不著 連煙都沒有 那些看起來好像很有金屬 他們嘗試咬彎它 但是他們用盡全力都咬不彎 但是有些薄薄一片的金屬片是可以用人力屈曲它們 但是屈曲了之後那些金屬片很快會回復原狀 甚至乎某幾塊小型的碎片放在一起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會融合成為一塊較大的金屬片 他們想用錘仔在金屬片上打個洞 但是都不成功 第二天他爸爸就把這些金屬碎片拿回去空軍基地 7月8日距離Mac的牧場西邊5公里的坊地上 有一個叫Sokoro的地方 有一個土木工程師發現在一個坊地上 有一隻碟形的金屬殘骸直徑大概10米 這隻碟形的不明物體中間有一部分是裂開了 而且有幾具不知名的屍體散佈在這隻碟形物體旁邊的地上 這些屍體的體型非常瘦小 他們的身高大概是1米左右 沒有毛、大頭、大眼、嘴很細 身體看上去好像灰色 當時他形容這些屍體是一具灰色沒有穿衣的人類屍體 空軍收到消息後馬上進駐發現殘骸的地方並且封鎖現場 Jesse少教和其他空軍人員來到現場後 發現一條好像被隕石撞擊擦過地面之後形成的隕石坑 就好像一個物體高速由天上鏟落地下一樣 他們沿著這條撞擊坑發現盡頭有一隻疑似是飛行器的物體 飛行器的前端是圓形左邊已經有一條裂痕在 而且這隻飛行器的前面已經完全撞凹 炒至山崖的旁邊 而露出的部分和地面成一個45度角 把斜感插在地面上 當時Jesse少教看到這隻飛行器的殘骸 身為空軍情報官的他 對天空中每一種飛行器都非常熟悉 他一看到這隻殘骸就知道肯定不是來自美國 甚至不會來自外國 由於他情報官的身份 所以他很熟悉任何可以在天上飛的東西 但這隻殘骸是一種他從來未見過的東西 甚至乎他當下肯定不會是當代人類可以製造出來 雖然那一架墜毀的飛行器已經殘破不堪 但細心點看仍然可以辨認出他部分的輪廓 整隻飛行器的直徑大概是10米長 但也有另外一些說法是直徑30米長左右 而我這裡是會引用10米這種說法 這隻飛行器內外分兩個倉 內倉大概是7米左右 內外倉中間是一個甲層 甲層裡面有一些線狀物體 飛行器裡面沒有發現任何引擎 或者類似摩打之類的物體 所以當時來到現場的空軍人員 完全不知道這個飛行器是怎樣驅動 內倉似乎是駕駛艙 駕駛艙的牆壁上面有一塊板 上面有一些奇形怪狀 不知道用來做什麼的儀器 而控制台前面有一塊板 板上面好像有些象徑文字 當時去到的空軍人員 沒辦法知道這是什麼語言 而控制台前面有四張好像椅子的物體 這四張椅子應該是被駕駛員坐上去 用來控制飛行器 上面發現了一塊有機玻璃立方體 當時他們沒有人知道這個立方體是用來做什麼 但後來經過很多年研究之後 發現這一塊有機玻璃立方體是飛碟的能源裝置 而控制飛碟推測是駕駛員用一個頭帶式裝置 直接將他們的腦部連接著飛行器 再用兩隻手放在控制台那塊平板上面 直接用意識來控制這一架飛行器 當時空軍推測這一種飛行器 是短距離飛行用偵察機 當時空軍的這個結論 主要是根據飛行器的大小而得出的 至於飛碟是用什麼原理推進 材料所使用的能源 當時都沒辦法確定 甚至乎在這一架飛行器裡面 根本就沒有發現螺旋掌、噴氣引擎、機翼 或者是任何當代已知的飛行裝置 同時他們發現現場有四具屍體 有多少具屍體不同版本會有不同的說法 一般都是四句或者六句 但亦有些說法是發現了八具屍體 這一點我們是沒辦法考證的 在我講述的這個版本裡面 我會引用四具屍體來做衣龜 最主要是前面曾經有說過駕駛艙裡面有四張椅 所以對應有四個駕駛員應該是比較合理 空軍發現這些屍體並不是人類的屍體 有兩具在飛行器裡面 有兩具被拋出飛行器外面 當中有三個已經死亡 其中一個駕駛員受到重傷 跟前面的說法一樣 這些駕駛員的身材非常細小 大概是一米高 他們的頭部對比起他們的身體顯得異常這麼巨大 而且他們是沒有頭髮的 跟人類不一樣 他們只有四隻手指 還有一對大到離奇的雙眼 初時看起來覺得他們對眼是沒有眼白 整隻好像是黑色 但後來發現那層黑色只是一塊膜 裡面有更像人類的眼球 這些屍體的身體看起來好像沒有穿衣服 而且是灰色 但看真點你會發現那層灰色 好像皮膚一樣的物質 其實是一件緊身衣 但在上面你不會看到任何的拉鏈或者扭扣 這些駕駛員看起來已經死了一段時間 屍體已經開始腐爛 亦有曾經被野生動物吃過的痕跡 已經遭到明顯的破壞 空軍的人員馬上穿回身化防護服 戴上手套 將這些屍體放入屍袋裡 而其中一個駕駛員雖然受到重傷 但仍然生還 於是空軍就將這個仍然生還的駕駛員 帶上飛機裡 將他送到空軍基地進行搶救 雖然這些屍體在外觀上和人類相比是有點類似 但他們內部的結構和地球上的人類是完全不同 在未有科學定論之前 美軍決定稱呼這種生物為地球外生物 簡稱EBE 即是我們後來所稱呼的外星人 由於當時空軍還未掌握這種外星人的資訊 亦沒有對保存屍體有相關的知識 於是一個在羅茲威爾殯儀館工作的禮儀師 叫做格林丹尼爾 他在1947年7月8日下午3時半 收到來自空軍基地打來的電話 問他有沒有大約1米至1米半的蜜蜂棺材 同時又問他有沒有遇過一些暴露在荒野 曬了幾天的屍體應該要怎麼處理 會不會用化學藥物處理人體組織 又問他化學處理會不會改變血液的成份 丹尼爾提供了一些相關的資訊給空軍 之後空軍派人來拿了一些小孩子的棺材 空軍在接連發現碎片、飛行器和外星人屍體之後 美國軍方立即以軍事化的處理方式插手這件事 他們派了大量的貨車和吉寶車 在墜毀現場的外圍作為控制站 而且派出大量的士兵圍著一架飛碟 而且現場的所有人員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要求他們回到羅茲威爾空軍基地 再由基地的其他人接手 現場除了高級的軍隊人員 所有中下層的士兵都不會在現場逗留太久 意識到整件事不太簡單之後 軍隊派了一些穿著防護服 手持輻射測量儀的人走進飛碟裡 當時他們很簡單地做了幾項測試 軍隊將整個事發地區進行了連續幾天的隔離和戒嚴 對所有不明飛行物體的殘骸 進行了掘地三尺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最後他們連夜將現場可以回收的殘骸和碎片 還有已經裝好箱的外星人屍體 再上吉堡車 之後再用飛機運去俄亥俄州的 萊特帕迪神空軍基地 這個基地是當代最高機密的軍事基地之一 專門用來研究敵方國家的戰鬥機 飛機在當晚大概凌晨兩三點離開羅茲威爾 而且飛行路線反覆更改 他們刻意將這些殘骸和屍體分成兩架不同的飛機來運送 主要是為了以防萬一 如果其中一架飛機聚毀 他們還有另外一架擁有相同殘骸和屍體的飛機 萊特帕迪神空軍基地的空軍人員 在那裡對飛碟殘骸做了不同的測試 包括化學分析、壓縮測試、延伸測試、壓力測試 然後將他們收集到的碎片送去實驗室進行碎片的成份測試 同一日即是在7月8日的下午 由於人為錯誤 也由於當年傳送消息沒有我們現在那麼快 羅茲威爾空軍基地的新聞官 根據基地傳來的消息 想都不想就向新聞界發布空軍的新聞公告 聲稱空軍已經發現飛碟 還墜落在羅茲威爾附近的牧場 而且已經被軍方捕獲 現時飛碟的殘骸已經被回收 正在接受檢查 美國空軍總部會派人去羅茲威爾進行進一步的檢查 消息公布後在美國引起極大的軍動 但就在以上的新聞發布結束無奈 美國空軍總部就傳來消息 勒令要進行新聞封鎖 新聞發布的6小時後 空軍司令雷米將軍接手這件事 雷米將軍去到當地的電台 糾正之前發布的新聞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跌下來的氣象氣球 整件事由於消息誤傳 而且判斷錯誤而引起 純粹是一宗假新聞 去到7月9日羅茲威爾市的官方報館 都登出軍方的澄清 聲稱跌下來的不明飛行物體 只不過是氣象氣球 而問外星來的飛碟 不僅當地的報紙都刊登澄清 否認發現飛碟 連當地的電台都馬上播出澄清這宗新聞 雖然當時的人是比較單純 基本上政府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 但某部分仍然清醒的人覺得事出突然 轉變來得太快 認為當中一定是有QK 在當時單純的美國社會裡面掀起了一段短暫的騷動 認為所謂的氣象氣球只是經過修正之後的說法 同時空軍總部對於羅茲威爾空軍基地 擅自發布發現飛碟的信息 非常之不滿意 埋下了日後空軍要中央集權處理所有外星人和飛碟的信息 不能讓其他人知道 甚至乎是軍方內部的人 美國空軍為了撲釋這場騷動 於是要求雷米將軍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 當時雷米將軍和Jesse少教說 一會兒走出去 我叫你說什麼你就說什麼 我肆意叫你說的你就說 我沒有叫你說的千萬不要說出口 之後還拿了一些氣球碎片給Jesse少教 但Jesse少教表示他自己撿到的肯定不是這些氣球碎片 但雷米將軍跟他說 你之前見到的東西請你忘記他 由現在開始 記住你在羅茲威爾發現的只不過是氣象氣球 雖然Jesse少教認為這個解釋極不合理 但由於出於軍人必須要服從上司的命令 就算自己不相信也好 當他走出去記者會的時候 他都向記者解釋 這些氣球碎片就是當日他們在羅茲威爾找到聲稱是飛碟的碎片 只不過是一場誤會 碎片並不是來自什麼飛碟 只不過是一個氣象氣球 於是就出了一張很經典的相片 就是Jesse少教拿著那塊像石子般的氣球碎片 很不情願地拍了一張相片 當時因為這張相片 再加上空軍的解釋 再加上當時的社會氣氛 羅茲威爾事件就在當代很快被官方堵食了 至於當時為什麼會有兩隻飛碟跌下來 主流是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就是發現飛碟殘骸的前一天 羅茲威爾有雷暴 飛碟可能受到雷暴的影響 或者直接被雷擊擊中 所以聚毀 而前面說過的外星人控制飛碟的方法 推測是利用一個頭帶式裝置 將自己的思維直接與飛碟連結 因此可以推測 控制飛碟其實是用一些好像老電波的原理 用人類的大腦來做例子 老電波其實是一種微電流 所以估計當時的雷暴曾經擊中飛碟 由於強大的電流阻礙了外星人的老電波微電流控制飛碟 最後造成飛碟墜毀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羅茲威爾一向是美國軍方的武器實驗場 美國當年發明了原子彈之後 其實同時間發明了電磁密充 即是EMP 有玩過Division這遊戲的朋友 應該會知道要破解敵方的無人機 或者是電子裝備 就要利用到電磁密充 所以有一個說法就是 墜毀的兩架飛碟 其實是受到新發明的電磁密充所影響 而外星人也沒有預計過 地球人當時已經發明了電磁密充這一種武器 最後造成他們的飛碟墜毀 還有一個版本的說法 就是在7月5號牧場主人發現碎片的時候 其實同一時間是發現了一隻飛碟 連同7月8號土木工程師發現的另外一隻飛碟 總共是兩架飛碟 不過翻查過很多版本 大部分的版本都說牧場主人 只是在自己的牧場裡面 發現了滿部四周的碎片 並沒有任何的飛碟殘骸 但某些版本的說法 是有講牧場主人發現飛碟殘骸 和外星人的屍體 有些又說他只是發現了飛碟殘骸 但就沒有外星人的屍體 所以牧場主人這裡有沒有發現 飛碟殘骸和外星人屍體 是比較亂的 共通點就是他肯定是發現碎片 相反7月8號土木工程師的說法裡面 都很一致性地交代他發現了飛碟殘骸 和外星人屍體 所以我傾向相信 7月5號的牧場主人 只是發現碎片 而飛碟殘骸和外星人屍體 要直到7月8號 才第一次被土木工程師發現 但這樣是不是代表羅茲威爾事件 跌下來的只有一隻飛碟呢 事實上羅茲威爾事件 其實真的有發現過兩隻飛碟 而且其實是有第二個飛碟撞擊地面的現場 因為後來在1949年的 新墨西哥州有一個地方叫Horse Mesa 其實是發現了另外一隻飛碟 而1949年這隻飛碟 推測當時已經墜毀了一段時間 這隻飛碟的外形 和1947年跌下來的一隻一模一樣 飛碟裡面同樣發現 在1947年發現過的外星人屍體 所以這個版本裡面 推測是有兩隻飛碟同時在1947年相撞並且墜毀 只不過是其中一架一直沒有被人發現 直到1949年才首次被人發現 如果根據這個說法 整件事就清晰很多 這裡我嘗試重組整個過程 首先1947年7月的時候 的確是有多過一隻飛碟 在羅茲威爾的上空出現 連貫回6月份的時候 阿諾德曾經見過有9隻飛碟 在華盛頓那邊飛過 而在7月4日那晚由於有雷暴 因此雷暴可能擊中了其中一架飛碟 影響了外星人控制飛碟的腦電波電流 導致一架或者兩架飛碟失控 最後兩架飛碟撞在一起 在空中爆炸 對應Jesse少教的推測 其中一架飛碟在空中爆炸之後 碎片散落到農場上 最後墜毀在Socorro 在7月8日被土木工程師發現 而另外一架飛碟就墜毀在新墨西哥州的 Horse Mesa以西 直至1949年才有人發現 而在這個說法裏 再有另一個說法延伸出來 就是當時兩隻飛碟屬於兩班不同的外星人 由於他們發生了衝突 互相攻擊對方 導致雙方的飛行器都墜毀在羅茲威爾上面 不過個人傾向就不相信這種說法 觀乎兩隻飛碟裏面的外星人 都是同一個種族 而且所謂的UFO都是同一個型號 因此我覺得前面說 有一班外星人遭到電擊之後 飛碟炒在一起 之後墜毀在羅茲威爾是比較合理的 就算你用人類來做例子 不同國家的飛行器 樣子和型號都會有所不同 因此這個說法裏面說兩班不同的外星人 在空中進行戰鬥 那麼他們的飛碟理論上應該是不同型號才對 還有就是當年在記者會上面 雷米將軍一直說碟片是氣象氣球 他的手一直拿著紙 由於當時的充曬技術沒有現在那麼高 所以就算當時有人拍到的紙 也看不到在上面說什麼 但近年有人利用電腦 將相片用高清復刻技術 看回雷米將軍當時的封信上面寫了什麼 放大之後有人發現這封信裡面的確有提到 羅茲威爾事件裡面是發現外星人的飛行器 即是當時所說的飛碟 還有就是事件裡面發現幾名受害者 即是已經死了的外星人 不過如果你要相信這個說法的話 你首先要相信利用高清復刻技術的人 他沒有photoshop過照片 因為今時今日有圖有片都未必是真相 首先繼續說下去之前要說一堆前設 在你們看今集之前 如果你沒看過之前的UFO聽證會那集 我建議你們馬上去看 因為兩條片是很有關係的 如果說大洪水之謎 是三星堆之謎 和蘇美爾之謎的下集 那這次羅茲威爾事件 就很肯定是UFO聽證會的下集 還有可以說是大 mention 說UFO外星人系列的第二集 所以今次這條片很多時候我會說上集 上集其實是指UFO聽證會那集 還有就是今次說羅茲威爾事件 和我以前說其他神話都是一樣的 由於整個故事出現過太多不同的版本 而且每個版本裡面的資料都不一樣 有時候甚至會互相矛盾 又或者前面說的故事 會和羅茲威爾事件後面的故事接近 單單是1947年的羅茲威爾事件 現時最主流有六個版本 更加不會說一些非主流的版本 所以我今次說這個羅茲威爾事件 你可能會覺得和你認知的版本 會有少少不同的 那是因為我繼承了以前說神話的做法 就是將不同版本比較合理和可信性高的部分 混合在一起 還有我會盡量把所有事件裡面 出現的人物減到最少 主要是如果我把幾十個人名說出來 相信這條說完大家就會很快就忘記了 所以我寧願集中在最重要的人物上面 讓大家比較容易記得 還有我會盡量順著時間去說整件事 即是由整件事一開始慢慢向現代發展 當中牽涉了什麼故事 因為整件羅茲威爾事件已經跨越了幾十年 如果我每個事件都是跳來跳去這樣說 大家可能會很難明白 所以我會把當中的內容抽出來 用一個正確的時間點去說 順著整條時間線的發展 好了講了這麼多前節 我們現在馬上進入正題了 在羅茲威爾事件裡面 被發現的UFO碎片和殘骸 究竟被空軍運到哪裡呢? 很多人一定會想 飛碟一定是藏在Area 51 沒錯 Area 51的確是後期飛碟 曾經存放過的一個地方 但其實Area 51是1955年才成立的 而羅茲威爾是1947年的事件 所以當時的飛碟殘骸 是被送到一個叫做18號基庫的地方 而這個18號基庫就是位於萊特帕迪神空軍基地 當時飛碟的碎片和殘骸 在羅茲威爾被捕獲之後 第一個去到的地方就是羅茲威爾空軍基地 之後被空軍用B-29軍炸機 送到萊特帕迪神空軍基地的18號基庫 當時位於俄亥俄州的萊特帕迪神空軍基地 最主要的功用就是用來收集前蘇聯和德國 在世界大戰中墜毀的戰鬥機、導彈 甚至乎是蘇聯曾經發射過的太空飛行器 在四五十年代 空軍曾經有一個情報單位 進行一個叫做Mundus的計劃 專門去回收剛才說過的敵方國家的先進科技 而萊特帕迪神基地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研究敵軍的先進科技 甚至乎他們會在這個基地裏 複製前蘇聯和德國的軍用科技 又或者將在戰爭裏回收的敵國科技 進行逆向工程 從中可以偷取其他國家的先進科技 所以如果真的有UFO墜毀在美國境內 送去萊特帕迪神空軍基地一定是當時的唯一選擇 因為這裡有一班專家 專門研究美國以外的先進科技 而且有擅長逆向工程的專家 長期逗留在這個空軍基地裏面 羅茲威爾事件之後 空軍在18號基庫 對飛碟的殘骸進行研究 和逆向工程 其中前面多次提及過的那種記憶金屬 經過專家研究之後 發現上面充滿著網格紋路 雖然只是薄薄的一片金屬 但美軍發現這種金屬 是由26種金屬薄片融合而成 而地球上面的記憶金屬就是1949年誕生 剛巧就是羅茲威爾事件之後的兩年 另外他們在飛碟裡發現了一種好像手術刀的工具 這一種工具的頭部可以射出激光 而這一種激光可以切割物件 在1947年當時還未發明激光技術 地球的激光技術起碼要去到60年代才被發明出來 還有就是飛碟上面發現了當時還未被發明出來的電路板技術 地球上面最早的金屬電路板要去到1959年才被發明出來 即使是拿今時今日的電路板來比較 他和羅茲威爾飛碟上面發現的這塊電路板 複雜程度和密度仍然有著非常大的距離 另外也有一個傳言說美軍所使用的夜視鏡技術 其實是來自外星人眼睛黑色那兩塊薄膜 而防彈背心的concept其實是來自外星人灰色那件太空衣 由此我們可以留意到一件事就是我們現代用很多重要發明 都是1947年之後突然之間爆發地被研發出來 而美國空軍得到飛碟之後 最終因為逆向工程從而研究出和飛碟運行原理相似的三角形飛行器 TR3B也研究出飛碟所使用的無限能源 即是零點能 Zero Point Energy 還有就是美國後來的隱形戰機技術 令到敵方雷達無法探測到自己的戰鬥機 這個技術其實都是來自UFO上 而且連同外星人殘骸一起送到18號基庫的還有幾個外星人屍體 如果你還記得剛才說羅茲威爾事件的時候 他們在墜毀現場發現了四個外星人 其中三個已經死亡 還有一個受了重傷 當時這名仍然生還的外星人就是在18號基庫入面進行急救 而且空軍還在這裡曾經解剖過外星人的屍體 在1947年至1955年期間 美國所搜集到的所有UFO和外星人 無論是生還是死都被放入這個18號基庫入面 在18號基庫的地下有一個面積非常大的地底基地 根據曾經在18號基庫工作過的空軍表示 地底基地大概有4000平方米 每一個地下設施中間都有一條很長的通道連接著 而且地下基地有一個冷藏庫 裡面有些設施是專門用來冷藏外星人的屍體 而這個冷藏庫裡面所收集的外星人屍體曾經一度多達30具 而且他們大部分都是灰人種 除了地下設施之外 18號基庫其中一個部分的地板被挖空超過10米 當時被捕獲回來的飛碟就是收藏在這些被挖空的地下 上面再用一層地板蓋住 以最大限度隱藏飛碟的存在 由於18號基庫當初的設計目的並不是為了研究外星科技和外星人而設 所以1955年之後18號基庫所收藏的外星人屍體和外星飛行器 全部都被移送到Area 51和杜西基地 不過Area 51和杜西基地是兩個非常大型的故事 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特別說 先買個關子 將來有機會我會出兩條獨立的長片 去講Area 51和杜西基地 當然還會包括杜西戰爭 首先要知道UFO是什麼 我們就要由個名字開始講起 因為其實現在官方已經不再用UFO這個名字了 如果大家還記得 飛碟Fying Sources這個名字 最早是由亞諾德在1947年6月第一次見到不明飛行物體之後 向報館記者形容他見過的物體時候所使用的詞語 後來被報章大事報導之後 變成最早期大眾形容不明飛行物體最常用的詞語 而羅茲威爾事件之後 美國軍方不想用一個那麼通俗的名字 想將不明飛行物體用一個比較正統化的詞語來表達 所以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這個詞語 是在50年代開始由美國空軍帶頭廣泛使用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面 飛碟和UFO基本上就是不明飛行物體的代名詞 而現時美國官方多數會使用UAP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來取代UFO UAP這個詞語其實最早出現在60年代 直至美國在2022年7月成立了全域異常辦公室 即ARO 也即是由Donald Trump所成立的UAP Task Force的前身 他們將不明飛行物體UFO 全面正式改為不明空中現象UAP UAP的定義不單止是不明飛行物體 連科學上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都包括其中 由於整個詞語的意義改動了 不明現象擴大到海陸空太空自然現象等等 不再局限在飛行器這個範疇裏面 但由於我叫慣了UFO 所以今次這條片我仍然會用UFO來稱呼不明飛行物體 基本上在空中所發現的所有不明飛行物體 只要你沒辦法給出一個合理解釋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UFO來形容 很多人想到UFO一定會想到跟外星人有關 但其實這麼多年來科學家仍然未找到一個合理解釋 為什麼會有這些不明現象出現 已知的UFO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我在這裡隨便會抽幾個來講 分別是蝶形、球形、三角形、金字塔形、雪卡形 即是長條形 傳說在香港仔華富村出現的UFO就是雪卡形 還有一種是Tic Tac糖形 上集我講UFO聽證會的時候已經有講過 而在羅茲威爾事件被發現的UFO普遍被認為是蝶形 雖然有一個說法是說它前面是圓形、後面好像蝙蝠翼一樣 不過這種形狀和後期很多羅茲威爾相關的報告是有出入的 所以我仍然會認為羅茲威爾事件裡的UFO是蝶形 根據在18號機庫曾經服役過的空軍表示 在羅茲威爾事件裡回收的UFO已知是有以下這些特點 包括是沒有任何的摩打或發動機 機上面沒有明顯的控制器 推測駕駛者是用一個頭戴式裝置把自己的大腦意識和UFO捆綁在一起 再把手放在控制台的平板裝置上面 直接利用老電波控制UFO 還有就是普遍的UFO都是沒有任何的機翼 甚至有些報告指出被回收的UFO上面沒有發現任何連接位 也沒有燒刊位甚至乎沒有發現類似羅茲的物體 整架UFO好像一次過啤出來一樣 從回收的殘骸可以分析得到在UFO上面的金屬是非常堅硬 但很輕某些部分被屈曲之後很快可以打回原形 甚至乎碎片可以自己黏合在一起 而且這些UFO可以不受地球的引力限制 自由在地球空間裡任意移動 甚至乎在超高速的移動下可以馬上做出90度角轉彎 完全違反了地球物理現象的情況出現 現時UFO的運作原理還未破解得到 看回我上一集有說過 美軍曾經發現過一隻Tic-Tac-Ton UFO 雷達是探測不到的 而且可以在高空不停來回高速移動 還可以90度角突然轉彎 然後消失了幾分鐘之後 可以在100公里之外出現 還有UFO有個特點 就是至今人類甚少發現UFO 在大氣層外進入大氣層內的飛行過程 也沒有發現UFO在大氣層內飛出太空的過程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UFO的移動方式 有可能是可以從任何三圍空間 瞬間移到其他三圍空間 又或者UFO具備隱形功能 即使使用人類現在的雷達 仍然無法探測到他們 UFO可以自行選擇在人類面前現身或隱身 所以從來沒有人見過他們進入或離開地球的大氣層 而這個現象就引申了另一個說法 就是UFO其實不是外太空 而是由我們的地底或海底飛出來的 因為在我們人類出現之前 其實已經有其他高智慧物種在地球上生存 而這些高智慧物種最後落到海底和地底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UFO其實是他們的飛行器 這樣就解釋了為什麼沒有人見過UFO突入大氣層的情況 這一點我將來可以出另外一條片 再專門講UFO、地底人、海底人的時候可以再講一下 又或者UFO的移動概念 和人類飛行器的移動方式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用人類現代的航空科技 是沒有辦法完全理解UFO的運作 因為UFO的飛行方式是完全另外一個概念 所以我推測UFO的運行原理可能有以下幾種 第一推測UFO可以在地球進行反重力飛行 原因是UFO內部有一個等離子加速環 它其實是一個圓形的磁圈 能量就在這個磁圈運作的時候 會令到磁圈的中間產生一個磁力的漩渦 而這個磁力的漩渦產生出來的能量 剛剛好就抵消了地球的重力 所以UFO可以在地球反重力地飛行 而這個論點最早是出自在1989年 一個曾經自稱在51區工作過 一個叫做Bot Lasser的人 他聲稱美軍在51區對UFO進行逆向工程之後 成功製造了一個反重力裝置 而這個裝置需要用到一種叫做115號元素作為發動條件 另外一個叫做Matthew Bevin的黑客 在1996年曾經入侵過美國空軍的電腦 他同樣在空軍的紀錄裡面 找到一種使用115號元素的反重力裝置 但在1989年和1996年的時候 元素表上還沒有這種元素 所以他們兩個的發現 一直被認為是科幻故事或者都市傳說 直到2003年 俄羅斯在一個原子核研究所裡面 成功合成出膜這種元素 而且這種元素是不會出現在自然界 只可以在實驗室以粒子加速器人工合成 但剛才說過的兩個人 在這種膜元素被發現出來之前 十多年已經知道有115號元素的存在 側面證明了美軍的確在其他途徑發現了115號膜元素的存在 其中一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來自墜毀了的外星飛碟 第二UFO的飛行原理和技術 有可能是依靠轉變多圍空間達至飛行的效果 他們可能可以在我們這個三圍宇宙的某一個位置 和其他圍道的另外一個位置進行互換 由於UFO可能不停在不同的圍道之間跳躍 當它再出現在我們的空間的時候 就會給人一種感覺他們在飛 所以1947年阿洛德第一次發現UFO的時候 他說看到UFO好像片石仔一樣跳跳跳跳 會不會是因為UFO進行多圍道空間轉換的效果呢? 另外上集曾經說過那隻TikTok糖UFO 可以在幾分鐘之內由一個點瞬間移動到100公里外的另一個點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進行了空間互換 第三UFO有可能可以改變自身和其他空間的物質 令UFO本身的密度比大氣的密度還要低 通過調節UFO周圍的物質密度 造成UFO可以在地球空間入面任意移動 試想像一下如果地球的空間就好像一塊巨大的啫喱 雖然我們看起來天空好像什麼都沒有 只有空氣 但假設UFO可以改變周圍物質的密度 改變了天上面空氣的密度 又或者單純改變UFO周圍空氣的密度 UFO就可以透過改變密度的這種方式 任意在地球空間移動 所以我們人類看起來就覺得他們入了大氣層之後可以任意飛翔 所以UFO的移動速度和行動軌跡 不可以用地球人的常理去推測 第四UFO的移動可以利用或者迴避各種已知的作用力 即是說他們可以不受地球的重力影響 反重力地在地球裡面飛行 又或者可以利用地球的磁場作為斥力和引力 利用磁場將UFO拉到他們想去的位置 又或者可以利用磁場的斥力 將自己彈射到地球空間裡面的任何一個位置 由於UFO可以無視任何人類以知的作用力 因此UFO的移動可以無限地接近光速 甚至乎快過光速 造成我們人類看起來好像瞬間移動的效果 除了以上提到過的115號元素 作為反重力裝置的能源之外 另外一個最主流的說法去解釋UFO所使用的能源 就是零點能 由於零點能涉及大量而且很複雜的傳統物理學和量子力學的原理 所以我會在這裡盡量簡化以下的理論過程和原理 以求可以令到一般大眾都可以明白得到某部分量子力學的概念 如果大家覺得以下太過簡化不夠深入 可以自己買書來看看 首先根據傳統物理學來說 我們四周圍都有物質和能量的存在 物質由粒子所組成 粒子不停地進行運動和施力 因此粒子擁有動能和衛能 當動能增大的時候 粒子的震動就會加速 物質的溫度就會上升 換言之當動能減少的時候 粒子的運動速度就會變慢 物質的溫度就會下降 即是說溫度是物質裡每個粒子所擁有的平均動能 但是粒子的平均動能都有最低值 所以物質是不可能無限地降溫 而零下273度就是宇宙的最低溫度 被稱為絕對零度 在地球人暫時已知的科學來說 要低於絕對零度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傳統物理學的層面來說 當物質去到絕對零度的時候已經不能再低 即是粒子的震動會慢到無限地接近零 即是物質裡的粒子的平均動能會無限地接近零 或者等於零 由於粒子沒有動能支撐 理論上粒子會無限地接近 或者完全停止任何運動 但是物理學家仍然可以在絕對零度的情況下 發現粒子在沒有動能支撐的情況 仍然會產生運動 即是說粒子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是有其他能量支撐它的運動 這一點在傳統物理學上是無法解釋得到的 但是在量子力學的層面去看 就可以解釋得到這種能量 想要了解這種能量 即是零點能 首先你要知道量子力學裡面 有一個概念叫做海參寶不確定性原理 這個理論大致上是說 無可能以一個較高的精準度 偵測得到一個粒子的位置和動量 在我們人類的物理生活層面上面 所有的物質都是由粒子所組成 假設你前面有一隻杯 而這隻杯的位置就是它的粒子在那個空間裡的位置 是固定的 而所謂量子就是任何物理實體的最少量概念 所以粒子是真的有粒粒子 而量子實際上在物理上是沒有量子的 量子只不過是一個概念 你形容所有物理實體的最少量 在量子的世界裡 這隻杯的位置就不是固定了 它有可能在你面前出現 有可能突然去了你的左邊或者右邊 反正它就不會在同一個位置固定地出現 因此背後一定有一種能量支撐它這種運動 這就是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原理 所以根據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原理 在絕對零度的情況下 理論上粒子是會失去所有動能 如果粒子失去動能的話 即是粒子會完全停下來 那麼它的動量和位置就可以被偵測得到 而這個情況是違反了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原理 所以當粒子在絕對零度的時候所產生的運動 就被稱為零點震動 而背後支撐著這種零點震動的能量就是零點能 即是說在量子力學的世界裡 真空並不是一無所有 而是充滿著近乎無限 又難以被察覺到的能量 即是零點能 如果用中國人的看法去看就是氣 但是現時如果人類要吸取零點能的話 是需要用到被吸取零點能較大或者相同的能量 即是說以現時人類的科技 就算可以吸取到零點能 但消耗的能量會比吸取的能量更大 又或者消耗能量是相等於吸取的能量 即是打個和 從而違反了熱力學的第二定律造成雙值降低 所以運用零點能在現時的科學界被認為不可能 是一種偽科學 根據一些研究指出 曾經來訪過地球的外星人總共有80種 而其中一種叫做灰人的種族 是黑金為止最常被報導的外星人種族 在羅茲威爾事件裡出現和被回收的外星人 就是屬於灰人種族 而且屬於小灰人這個類別 由於一般來說大多數看到灰人的時候 他們的身體都會呈現到好像裸體 但是灰色的狀態 所以這個種族用了他們最常見的顏色來命名 由於灰人是一個種族 實際上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灰人 現時已知有三種最常見的灰人 分別是小灰人 SERPO星人 以及高灰人 在大多數的UFO個案裡面 又或者在流行文化之中 最常出現的灰人種就是小灰人 小灰人人如其名 通常很矮 大概是1米至1.2米高左右 身材很細小 大概是40磅重 但是他們身上的灰色 是有兩種說法 第二個說法前面已經有提過 其實灰色並不是他們皮膚的顏色 而是他們身上穿了一種生物合成膜 作為他們的太空衣或者保護衣 由於沒有類似地球衣服的拉鏈或者扭扣 再加上是完全貼在灰人身體上 所以離遠看過去就覺得他們沒有穿衣 以為他們的身體是灰色 如果退去他們身上這件灰色的生物合成膜 有一個說法是他們真正的皮膚顏色其實有好幾種 分別是白色、白灰色、灰藍色或者灰綠色 而第二個說法就是他們身上的那種灰色並不是太空衣 由於他們的皮膚太過暗淡 所以給人的感覺看上去就像灰色一樣 而小灰人普遍是沒有任何肌肉的 他們身體看上去很瘦弱 全身沒有任何的毛髮 他們皮膚的質地有點像浮屍的肉一樣 有些浮腫 而且是沒有任何肌肉的紋理 有些目擊個案聲稱 某些品種的灰人皮膚上面有輪臟的紋路 根據推測 小灰人應該是直接用他們的皮膚來進行排泄和排汗 所以某些曾經解剖過小灰人的科學家表示 切開小灰人的皮膚之後 會聞到一陣異味 相信是跟他們的排泄系統有關 小灰人都有類似人類的血液 但他們的血液是比較稠的 而且是深啡色 小灰人的血液會由心臟流到身體各部分之後 會先去到一個器官 而這個器官是集合了肝和腎的功能 用途就是淨化血液中的代謝物 而這些代謝物會被輸送去皮膚下的腺體 即是說他們的排泄功能是經過肝腎器官之後 再去到皮膚再由皮膚排出 因此他們是不需要排泄器官的 而且小灰人的口中是沒有牙齒和舌頭 口腔是直接連著食道 而鼻孔是直接通往器官 所以他們跟人類不一樣 他們的食道和器官是分開的 而且彼此是不相連 有部分說法是說小灰人是沒有聲帶 所以他們是不懂得說話 但亦有部分目擊個案是說小灰人逗留在地球一段長時間之後 他們是懂得說地球的語言 亦有一個說法是說小灰人的溝通主要是靠心靈感應 所以他們是不需要聲帶為他們發聲 跟他們的皮膚有一層保護膜一樣 他們的眼睛也有一層黑色的保護膜 揭開了這一層好像隱形眼鏡的黑色保護膜之後 裡面是跟人類差不多的眼球 分別只是在於他們的眼球大了我們很多倍 而且研究過他們的眼球結構之後 發現他們有極佳的夜視能力 由於他們的視望膜的視追細胞比人類多 因此他們可以讓人類看到更多的光線和顏色 甚至乎連紅外線都看得到 而且對光線是極度敏感 所以在擁有太陽光的環境下 他們需要佩戴著一層黑色的保護膜 用來保護他們的眼球 而這種保護膜可能跟他們本身的星球有關 因為有傳小灰人居住的星球是有兩個太陽 有科學家曾經為小灰人做過X光 發現他們有一個很大的頭蓋骨 而且有類似人類的上下額 小灰人的大腦是分為四個部分 和人類主要分開左腦和右腦是不同 雖然他們的頭部比人類大那麼多 但他們的腦部只是比人類多出了20% 但話雖如此 他們大腦的複雜程度仍然遠遠高於人類 另外小灰人的胃部是不適合消化固體食物 因此推測小灰人主要是食用流質食物 食物經過胃部之後 和人類一樣會進入腸道 經過消化之後 營養和代謝廢物會一樣去到肝腎組織 一般小灰人的手都很長很細 由於他們的身形比例比較特殊 所以他們的手通常會長到膝蓋 但是腳對比身體顯得很短 而且很細隻 有一個說法是說小灰人走路是沒辦法提起腳來走 即是說他們走路的時候 雙腳的腳板是不會離開地面 只會利用腳板在地上向前移動 由於身體上沒有發現任何生殖器官 所以暫時沒有辦法分辨到他們的性別 同時暫時未理解小灰人是怎樣繁殖 暫時最主流的說法是說小灰人經過實驗室培殖出來 是不需要經過生物性的繁殖階段 而且小灰人的細胞對牛的生長激素擁有接受能力 這一點是否解釋了為何在美國這麼多農場裡 會發生那些牛羊和其他動物的解剖事件呢 另外有一個觀點認為小灰人其實只是一種人造生命體 或者是生物型機械 推測是在實驗室培殖出來 真正的外星人的意識是可以走入這些小灰人入駕駛他們 小灰人的身體或多或少是被認為更高維度的外星生命體 在低維度環境之下活動的容器 真正高維度的外星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離開 或者入侵這些容器 就好像人類打遊戲一樣 需要在遊戲世界裡面有一個化身 我在這裡打個比喻 就是第三維度的人類想要在第二維度的電子遊戲世界裡面行動的時候 就需要有一個第二維度的化身 即是人類在遊戲裡面的角色 同樣道理放在小灰人上面 假設第五維度的外星人想要干涉第三維度的世界 他們必須要在第三維度擁有一個肉身 即是容器 之後高維度的外星人會走入這些小灰人的身體 駕駛他們在我們這個第三維度上面活動 從而干涉我們這個第三維度的世界 在這個理論裡面小灰人主要是被設計為一種工具 例如駕駛太空船 就好像人類和機械之間的界面 又或者好像無人機一樣 即使這些小灰人死了也好 但對於真正在高維度的外星人來說 只是沒有了一件衣服的意思 這個說法我認為是合理的 如果以人類的角度來說 假設人類要去到一些很危險的地方 都不會親身上陣 通常都是會找機械人或者無人機去 以便應對各種惡劣的條件和危險的環境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如果真正的外星人想來到我們這個低等文明的地球 他們會覺得地球上面全部都是野蠻人 所以他們的真身不下來地球 反而是派他們的化身下來 即是小灰人來到地球 也是合情合理 以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外星人的意識走進去小灰人的身體 再由小灰人的身體連接UFO用思想控制 其實就好像阿凡達裡面 人類的意識走進去阿凡達 阿凡達利用自己那條好像邊一樣的東西 連接下去飛龍的身體駕駛飛龍 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 那會不會是其實占士金馬倫 知道外星人的真相 所以藉著這個概念再放在電影裡面呢 還有就是小灰人的身體結構 雖然跟人類不是100%一樣 但是基本上人類有的東西 小灰人都有 如果以一個浩瀚的宇宙來說 兩種生物是這麼類似 基本上是不可能 假設這個世界真的有外星人 而其他星球的生存條件 肯定跟地球不一樣 因此誕生出來的生物 應該是有著跟人類完全不同的結構 所以小灰人和人類過於相似 所以就有人推測小灰人和人類 可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 而這個共同的祖先就是我們所謂的創造主 這一點是不是好像我們曾經說過的蘇美爾文明裡面的Anonaki 和異形普羅米修斯裡面的Engineer呢 又或者可能根本就沒有小灰人這種外星人 只不過是人類幻想出來的生物 所以外形才跟人類那麼相似 而在目擊外星人的事件裡面 目擊灰人的比率在美國是佔相當大的比重 根據一些統計 在美國發生目擊外星人事件裡面 有73%都是見到小灰人 是全球比率最高的國家 相對於其他國家 好像澳洲和歐洲國家 大概只有50%會見到小灰人 而在英國只有12%的目擊事件裡面 是會見到小灰人 現時對小灰人總共有幾種說法 其中一種剛才已經說過 就是說小灰人實際上是一種無人機 真正的外星人是用意識駕駛這些生物無人機 之後去到外太空進行探索 另外一個說法是說小灰人其實是有自我意識 就好像我們人類和其他外星物種一樣 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官乎有研究指出外星人多達80多種 而灰人也有好幾個種族 所以不論是無人機還是有自我意識 我在這裡會先認同同時存在這兩個種類的小灰人 因為羅茲威爾事件實在有太多不同的版本 有些版本會前後矛盾 很難用同一個版本去概括羅茲威爾事件內不同的事件 所以這裡我不會給小灰人一個肯定的種類 究竟它是無人機還是有自我意識的生物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看羅茲威爾事件內的外星人 有部份是有自我意識的生命體 同一架飛船內有這些生命體的黑龍體 作為自我意識體的幫手 而這些黑龍體其實是生物機器來的 即是好像異形裡面人類的科技達到某一個水平之後 就會發明生化人出來幫助人類 而生化人是沒有自我意識的 用這套概念放回羅茲威爾事件內 就可以解釋得到為什麼小灰人有些是有自我意識 有些只不過是生物無人機 在1947年的羅茲威爾事件之後 美國政府經過動外星生命的存在 因此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急需要一個專門應對外星生命的內閣體制 再加上由於戰略性的考慮 杜魯門由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公開外星人和UFO的存在 所以這個內閣體制必須要秘密地進行 將人數控制到最少 而且成員一定要精英化 令到杜魯門可以在最少人知道外星人存在的情況下 最大程度地從軍事、情報、政治層面上管理所有地外文明的事項 而且這些內閣成員一定要是每個界別 或者是每個政府部門當中最頂尖的精英 令到這個內閣體制可以提供一連串在政策上 緊急處理上、軍事上的建議 令到總統可以在最快和最佳的情況下作出決策 同時有關的決策會立入國家安全的層面上 而這個內閣組織就是Majestic 12 MJ12 由以上的圖片我們可以看到第一代MJ12的成員 幾乎全部都是來自美國政府入面各部門的高層 除了美國國防部長之外 還有曼哈頓計劃的負責人 中央情報局局長 全部都是MJ12的第一代成員 還有一個成員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萊特帕迪森空軍基地的指揮官 都是MJ12的成員之一 由此可以推測18號基庫這個傳說很有可能是真 除了以上12個常駐成員之外 美國政府還會將某些頂尖科學家 納入特設委員會中 專門對外星人的政策體制提出建議 其中兩個最出名的就是愛因斯坦和奧本海脈 MJ12是一個專門處理地外文明的秘密組織 基本上MJ12是不屬於美國政府的基本體制之內 但是它的職能是凌駕美國政府的體制之上 在處理地外文明的層面上 MJ12可以制定所有有關公共政策、情報收集 協調各個政府部門對UFO進行逆向工程 他們會為美國政府在軍事、情報、國家安全的層面下 秘密地進行政策研究 也是演變後來成為Deep State深層政府的來源之一 MJ12進行的所有科學實驗、實驗室、儀器和各個方面的專家人才 還有所做的逆向工程都可以得到美國軍方的全額之助 去到1949年第一代MJ12成員之一的國防部長James Forrestal 由於傾向覺得披露地外文明對公眾較為有利 認為應該向美國國民交代UFO和外星人的事件 當中包括1947年的羅茲威爾事件 但是遭到MJ12其他成員和杜魯門總統強烈反對 他們決定必須要對所有地外文明事件進行嚴格的方式保密 而且堅決不可以向公眾和國會承認任何有關外星文明的事件 後來美國政府聲稱國防部長患上精神病而免去他的職務 將他送到國家海軍醫療中心進行治療 後來他的屍體在醫療中心的三樓屋頂被發現 官方聲稱國防部長因為精神病而自殺 死因無可疑 他被認為是第一個因為想公開外星人秘密 而遭到MJ12謀殺的重要政治人物 這裡說得他是第一位 即是說後面會說第二位 在1953年的1月20日 艾森豪威爾成為杜魯門之後的下一任美國總統 而艾森豪威爾的上任 令美國政府對地外文明的決策 有了重大的轉變 首先MJ12第一代成員 全部都是政府內部人員 但是艾森豪威爾上任之後 就改變了MJ12的成員 令政府意外的人 包括私營機構 都可以加入MJ12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來自諾克菲勒家族的 Lelson-Walkerfeller 同時Walkerfeller家族 就是傳說中光明會13個家族之一 Walkerfeller可以加入MJ12 主要的原因是艾森豪威爾選舉的過程當中 得到Walkerfeller家族的支持 所以艾森豪威爾破例將它引入MJ12的體制當中 這一步不僅是惡夢的開始 還引致後來軍功複合體和深層政府的抬頭 Walkerfeller不僅加入了MJ12 他在1953年至1959年期間 還擔任了美國政府組織諮詢委員會的主席 如果用我們現在香港的政制來看 大概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另外他在1954至1955年 成為了總統的冷戰戰略特別助理 在對地外文明的處理觀點方面 大大影響了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 Walkerfeller家族大部分的財富和影響力 都是來自他們建立的石油公司 令到Walkerfeller家族在全世界的能源行業中 建立了強大的壟斷地位 而這種地位一直延續至今 MJ12由於得到Walkerfeller家族的加入 和總統允許私人機構參與MJ12的行動 MJ12的實驗室也得到私人企業的資助 而無須要像杜魯門時代一樣 由美國軍方得到資金 由於MJ12希望進一步對美國政府內部隔絕外星人資訊 所以他們認為私人機構的介入 可以進一步令到國會遠離有關外星人的資訊 因為如果MJ12的行動是經由美國軍方資助的話 美國國會是有權監督軍方的資金流動 從而令到國會查到MJ12在做什麼 但如果資金是由私人機構資助的話 正常情況下國會議員是無法監督 亦無法確定資金的來源 這樣就可以阻隔美國政府內部知道MJ12對外星人的研究 以及UFO的逆向工程 亦由於私人機構的資金投資 在逆向工程中得到的先進外星人科技 往往會被私人機構截足先登 形成這些私人機構科技領域 遠遠領先當代的美國政府 成為後來軍功複合體的初刑 MJ12本來只是當代美國總統任命的一個特殊委員會 去到艾森豪威爾的年代 已經演變成為一個永久性的秘密組織 而且已經深深地陷入美國政府的體制入面 由於它的隱密性 美國國民甚至乎政府內部的人員 都無法知道MJ12的存在 但又不知情地被他們控制著 有一個說法就是MJ12其實是由兩班人所組成 最外層是由一班大約40人所組成的特殊小組 稱為PI40 你大約可以理解這40人是行動組 而內層的12人就是決策組 即是真正的MJ12 PI40所有的任命都要得到MJ12的批准 而且任何人都不可以同時提屬MJ12和PI40 MJ12是有個人任期的期限 但PI40就是沒有任期期限的 Walkafella作為MJ12的幕後大佬 又是總統的特別顧問 Walkafella基本上是控制了整個MJ12 由於得到家族的背景支持 Walkafella可以透過他的家族人物 影響PI40和各個政府部門的人士任命 可以說是深層政府的一個縮影 同時這一點可以看到 深層政府大約是以相同的方式 在美國的政制中誕生 由於深層政府慢慢地承認 Walkafella的影響力也慢慢變得越來越大 令到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感到威脅 因為他後來才意識到 Walkafella有計劃地削弱 總統在地外文明事務的話事權 艾森豪威爾主要是擔心地外文明的先進科技 最後落在這些C型機構手中 而不是落在美國政府手中 另外Walkafella主宰的MJ12 可能會對總統本人屏蔽 所有地外文明的情報信息 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回近二三十年 每個美國總統競選人 在競選的時候都說要公開外星人檔案 而當他們當選之後 大部分都是無法查到外星人的資料 由此可見 由艾森豪威爾年代開始 以深層政府為首的MJ12 的確是可以隔絕任何人得到地外文明的資訊 包括美國總統 所以當年艾森豪威爾的擔憂 其實已經實際發生在我們的現實世界裏面 在艾森豪威爾任期的最後 他對容許Walkafella和私營機構 參與地外文明的事務感到相當後悔 因為他意識到經由MJ12 從外星UFO得到先進科技的軍工複合體 正慢慢變得比美國政府更加強大 而且更加不受控制 軍工複合體是指某一個國家的軍隊 和軍事工業的私人機構 因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過於緊密 而產生的共生關係 這種共生關係包括了由各防城包廂 即是軍火廂 五角大廈 以及美國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門所構成的聯合壟斷 例如軍隊會依賴私人軍火廂提供先進的科技和武器 而私人軍火廂就希望軍隊在政府體制內 以政治和經濟手段 確保政府會批出這些高額的軍火訂單 甚至會因為推銷軍火箱的武器 又或者消化軍火箱已經生產但又快過期的武器 而鼓勵政府高層向其他國家發動戰爭 令到某一個國家的軍事開支變得異常巨大 又或者他們利用政治層面上的手段 煽動其他國家與國家之間發動戰爭 令到這些軍火箱可以發展真材 如果想起軍功複合體 大家很多時都會想起美國 的確美國是其中一個軍功複合體影響國家最嚴重的地方 不過其實其他國家 好像俄羅斯、德國等等都有軍功複合體的存在 一般被認為擁有飛碟殘骸的軍功複合體 包括洛基馬丁、波音和晚山刀等等的公司 沒錯波音也是其中一個軍功複合體 大家可以看我UFO聽證會的影片 裡面曾經有一個UFO個案 是說波音公司的高層去到一個軍事基地之後 後來出現UFO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公司叫做晚山刀 嚴格來說 其實我不覺得晚山刀是一個軍功複合體 但是它是一間專門製造基因改造食物的公司 而他們就利用基因改造食物來控制我們的未來 不過這裡我就不詳細說了 留日後有機會講晚山刀的時候 先講它如何利用基因改造食物來支配我們 在艾森豪威爾任期結束的時候 由於MJ12對外星人進行的政治管理方面 已經脫離了總統和主要顧問的控制 所以總統已經沒有辦法接收到準確和高質的外星人相關資訊 同時間接令到軍功複合體變得異常強大 由於私人軍火箱的秘密軍事項目是透過官方授權得到的合同和資金 但是實驗研究和研發會在私人軍火箱營運的實驗室裡進行 因此總統和國會如果沒有合理理由的話 是沒有辦法對私人軍火箱出手 在檯面上來說 因為這些研究和外星人等等的資訊 屬於不能向公眾公開的機密情報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在檯面上出手 桌底來說軍功複合體得到MJ12的幫助也變得不受控制 所以總統在桌面和桌底都沒有辦法出手 這種情況最後發展到軍功複合體 可以反過來支配政府的政策 而MJ12就獨立了和外星人有關的話事權 這種反客為主令到艾森豪威爾感到震驚 政府竟然反過來被MJ12和軍功複合體侵蝕 當時艾森豪威爾希望可以削弱這些秘密組織的權力 但是由於有沃卡菲拉在背後撐腰 再加上這些秘密組織已經深深扎根在政府的體制裏面 就算艾森豪威爾想出手都已經太遲 甚至乎在艾森豪威爾的退任演說裏面 他公開向大眾表示美國政府將來要擔心的其中一個事項 就是軍功複合體的崛起 而我們近代的歷史裏面也證明了這一點 因為軍功複合體就是深層政府的來源之一 而緊接著艾森豪威爾上任的美國總統就是約翰金賴迪 金賴迪上任後他發現外星人的相關資訊 由特定的軍事和情報組織把持 這些組織與MJ12和軍功複合體合作 他們以某種陰謀的方式釋出對他們有利的外星人資訊 而這些資訊可以引發某種特定效果 從而令到這些神秘組織可以在政府裏面繼續吸取資金 獨攬外星人的高科技和反過來控制著國家 要對MJ12的體制進行改革 即使是當代的總統也無法做到 而過了幾十年之後的今天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今時今日的美國總統和外星人的資訊已經完全隔離 基本上現時每一個美國總統都無法得知外星人的資訊 金賴迪上任後希望可以重建整個MJ12的體制 企圖在MJ12和軍功複合體處理地外文明相關的事項時候 總統說美國政府可以有最起碼的行政監督 於是有傳金賴迪就向MJ12發出最後通牒 由於封鎖UFO的資訊對於這些神秘組織非常有利 於是金賴迪就威脅MJ12 如果美國總統再無法監督MJ12的話 他將會向美國國民揭露外星人的存在 而且他已經有全盤計劃 誓要將MJ12的體制進行改革 但同時身為MJ12軍功複合體 深層政府支柱的Walkafella家族 又怎會被金賴迪推翻他們建立整個利益勾結體制呢 所以後來金賴迪被暗殺 很有可能和他嘗試奪回MJ12的控制權有關 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有人認為自己的利益 金賴迪將會公布外星人資訊而被破壞 其實金賴迪想重長MJ12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去到金賴迪年代MJ12定制的政策 可以不必得到總統的批准 甚至乎可以不必知會總統 這個情況比艾森豪威爾時代更加惡劣 起碼艾森豪威爾都會被知會 本來MJ12把持了外星人資訊之後 總統已經必須要依靠MJ12才知道外星人科技和外星人的情報 如果MJ12可以再不受總統的干預和審查 這樣美國總統根本沒有辦法確認 或者查證自己所收到的外星人資訊是否正確 MJ12可以利用這些資訊的差異 從而產生符合自己利益的結果 在這個時候的MJ12大到認為自己可以超越美國總統的權限 成為超越美國政府體制在政治上應對外星人問題的主要話事人 所以我前面說艾森豪威爾年代的MJ12 其中有一個成員是國防部長 有傳他被謀殺是因為他想公布外星人的資訊 所以同樣由於甘賴迪都想公布外星人的資訊 影響了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他成為第二個被MJ12需要謀殺的目標 本來MJ12這個神秘組織一直都在政府底層下運作 由杜魯門時代開始公眾一直不知道MJ12這個組織 直到1984年12月的某一日 有人將一份未充滿的黑白碑林交給一個UFO研究者 碑林被充滿後發現他有八頁文件 而標題就寫著Operation Majestic Trail 在這個時候MJ12才第一次在大眾的視野出現 由於這個部分我上一集UFO聽證會已經有說過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了 最後我發現MJ12這個部分其實很多都跟我911和UFO聽證會那集有關 因為911那集就是有說到軍功複合體和深層政府 不過911的影片我暫時被Youtube禁止了 所以大家不用再問了 遲些有機會我會重新up-load 為了盡力收集UFO和外星人的情報 其實美國空軍組在1947年 即是阿諾德在華盛頓發應UFO的時候 已經秘密制定和執行追查UFO的Project Site和Project Grudge 但是這兩個計劃都是在1949年結束 基於前面調查的基礎 當年杜魯門時代已經開始了藍皮書計劃 藍皮書計劃是美國空軍由1952年3月到1969年12月7日結束 而且藍皮書計劃為後來調查定立了兩個目標 第一就是確認不明飛行物體是不是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第二要以科學分析有關不明飛行物體的數據 其實藍皮書計劃一開始只不過是一場公關show 本來美國政府是想著依靠藍皮書計劃 來帶動風向 希望利用收集到的資料為實證 向美國大眾表達這個世界上根本是沒有外星人和UFO 同時利用藍皮書計劃貶低UFO的存在 令人覺得相信UFO是一種迷信 所以知道當年的社會風氣和現在很不同 當年世界各地的人其實都是偏向相信他們的政府 基本上只要你有少許資料back up 大眾是普遍相信政府的 所以一開始美國想著利用藍皮書計劃 扭轉美國人相信有外星人和UFO這種看法 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成功的 美國的大眾有一段時間認為UFO只是科幻情節又或者是陰謀論 由美國空軍開始藍皮書的調查計劃開始 他們大大加強調查資源 在計劃執行過程中就有超過200多位分析人員 而且將目擊個案畫為多個等級 包括我們經常聽到的第一二三類接觸 第一類接觸是指在153米以內目擊不明飛行物體 而且可以清楚描述它的形狀和細節 第二類接觸目擊一個或者多個不明飛行物體 而且令到目擊者和周邊的環境帶來相關物理反應 其中包括UFO降落的時候地面留下的痕跡 例如被壓倒的植物被高溫燒過的痕跡 起落架的壓痕 引擎干擾電視電台的接收 又或者是令到目擊者短暫失去記憶 第三類接觸就是親眼看到UFO裡面的外星人 第四類接觸就是人類直接與不明飛行物體或者外星生物接觸 當中包括被綁架或者被迫進行實驗 其實還有第56789類接觸 不過後面的等級就比較不統一 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報告都有不同的說法 所以我這裡就不詳細說了 而這種分法實施令到調查更加規範 而這些標準也都一直為世界各國的UFO研究機構所認同和原用 但是藍皮書計劃其實是一個不誠實的UFO調查計劃 首先所有的調查內容都是保密的 然後某些可以被解釋為天文現象、資料不存 或者其他國家的飛行器、氣象氣球等等 才會向公眾披露 同時向公眾解釋以上的現象都是錯覺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UFO 但是對於一些真正的UFO發現 真正不能被解釋的現象 藍皮書計劃是會對公眾隱瞞的 原因是當年杜魯門政府為了獨佔外星飛碟的高科技 進行秘密研究 當時他得到MJ12的建議 決定對藍皮書計劃的調查實施嚴格的保密規定 再加上後來MJ12、Walkerfella和軍工複合體的介入 任何有關UFO的訊息和研究都要絕對保密嚴禁外存 任何人包括空軍高級軍官都不能向藍皮書計劃的單位刺探 或者獲取任何訊息 任何有可能是UFO的碎片、零件、紀錄了UFO飛行狀況的錄影帶或者相片 甚至乎是雷達的掃描圖片 都一定要送交去空軍科學藍皮書研究中心 可以看得出後期的MJ12為什麼會獨佔外星人的資訊 其實早在杜魯門政府時代已經開始是這樣 只是後來MJ12和軍工複合體將這種情況極端化 而藍皮書計劃展開調查之後 曾經有一段時間 美國空軍和CIA聯手一直秘密地回收美國境內失事的飛碟殘骸和外星人屍體 而且將這些行動列為最高國防機密 在1947年至1984年期間曾經發生過20宗UFO墜毀事件 幾乎所有殘骸和外星人屍體都被送去這些秘密基地 所以為什麼在18號基庫那個部分 有講過18號基庫裡面儲存的外星人屍體曾經一度高達30具 相信就是來自這個飛碟回收計劃 得到了政府的資金 藍皮書計劃的研究小組會用專用的儀器 對UFO進行有目的的跟蹤研究 藍皮書小組很重視利用儀器 對UFO進行跟蹤的方法 他們會在大量的觀察站和雷達站 新增了很多光學儀器和攝錄機 這些儀器可以追蹤到所有發光物體 還可以測量光譜 令到儀器拍出來的照片可以將UFO 天上面的星體、隕石等等不同的光源分隔起來 而且研究小組在1954年至1958年利用超廣角相機 在經常有UFO出現的生物西哥州進行超過3000小時的觀察 而藍皮書計劃除了上述有講過的目擊個案等級 回收計劃、科學研究之外 他們還有內部的秘密調查計劃 秘密調查計劃是由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 國防部情報局和海陸空軍情報局共同參與 對特別的UFO個案進行深層次的調查 藍皮書計劃其中一個比較經典的個案 就是1961年9月 一對Betty和Benny的夫婦聲稱自己被外星人綁架 並且對他們進行人體實驗 被藍皮書計劃列為第四類接觸 是外星人綁架史上其中一個最廣為流傳的外星人綁架故事 日後我有機會講外星人綁架案的時候 會再詳細講一下這個故事 藍皮書計劃經過對UFO長達22年的調查 最終在1969年12月17日落幕 是世界史上最長的UFO調查 而當中在1952年7月發生華盛頓UFO事件之後 藍皮書計劃進入了黑暗時代 受到政府和空軍不同程度的批評、打壓和限制 他們只會公佈成功解釋的個案 而真正的UFO發現和未能解釋的個案 他們是不會公佈 藍皮書計劃調查期間所收集的12618件個案 他們聲稱當中90幾個%的個案 都可以解釋為天文現象或其他飛行器 總之就是沒有UFO 而當中的5.6%定義為未能解釋 但雖然是未能解釋 但當中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不明飛行物體的存在 因此連這5.6%未能解釋的個案 都不需要作進一步的調查 即是死因無可疑 由於美國政府自己深知藍皮書計劃這一場政治騷 是沒有辦法令到美國國民信服 所以直接在1969年結束藍皮書計劃 藍皮書計劃經歷了22年 但22年之後的美國人已經不再像當年一樣 那麼相信政府 反而覺得政府存在著很多陰謀 企圖欺騙他們的國民 令到美國的上位者更加可以容易管治他們 亦由於世界各地不停傳出發現UFO的消息 因此美國人反而相信UFO的存在 多於相信他們的政府 有看過911那集就會知道陰謀論為什麼會被存在 就是當一個政府的透明度越來越低的時候 人是會傾向相信無法否定事物存在的陰謀論 多於相信他們的政府 除了1947年羅茲威爾事件之外 其實1952年也發生了另外一宗相當軍動的UFO事件 而且兩件事是有關聯的 在1952年的7月12日至23日期間 美國華盛頓就發生了一連串不明飛行物體的目擊事件 當中最著名的就是發生在7月19日晚上11點40分 在華盛頓國家機場上空 當時航空管理員留意到機場的雷達上面出現了9個物體 在距離首都東南方24公里的空中 以每小時160公里的速度飛行 這個情況是不是有點像我們前排天津機場 上空都有發現UFO一樣 同樣都是機場 同樣都是一堆不明飛行物體 由於華盛頓當時應該是沒有任何航班的 而且這些不明飛行物體 沒有遵從任何既定飛行路線 同一時間在另外一個空軍基地的雷達 都捕捉到這些不明飛行物體 他們發現這些不明飛行物體 除了一度在機場附近出現之外 更加曾經在白宮和華盛頓國會大廈上空飛過 他們的飛行速度甚至由每小時160公里 極速增加至1500公里 差不多快了10倍 除了機場和軍方的雷達有反應 還有軍方的目擊者見到一團橙色的火球 好像流星一樣在當地的上空滑角 也有飛行員見到六個發光體 他們不僅可以迅速移動 而且好像流星一樣 每一個發光體後面都有一條尾巴跟著 這些不明飛行物體無論在雷達上面 還是用肉眼看 他們都會出現一會之後很快又會消失 連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領空 都竟然遭到不明飛行物體的入侵 立即引起了美國國防部的注意 第二 為了保護首都的安全 美國空軍司令部立即命令F-24噴射戰鬥機出擊 但是當戰鬥機一出擊 那些不明飛行物體就突然消失了 到戰鬥機回到機場的時候 那些不明飛行物體又突然在華盛頓上空出現 情況就好像他們和美國空軍玩捉衣恩一樣 整件事最終擾讓到凌晨5點 那些神秘的不明飛行物體才在華盛頓上空消失 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感到非常震驚 於是他打電話給愛因斯坦 跟他說這些來自外星的不明飛行物體 竟然在華盛頓上空出現 問問他有什麼意見 據稱當時愛因斯坦和杜魯門說 美國空軍可以在上空觀察他們 但千萬不要開火攻擊他們 絕對要避免和他們發生戰爭 否則他們的超高科技力量 可以為我們這個世界帶來毀滅 雖然愛因斯坦給出了他的意見 但不知道是美國軍方沒有聽 還是杜魯門沒有聽 就在首次入侵華盛頓事件之後6日 當時的美國國務院在1952年7月25日發表了一個通告 而且那個通告還在當日的華盛頓每日新聞上有刊登 那個通告是說 國防部向空軍發出命令 堅決擊落那些不聽著陸命令的UFO 但奇怪的就是那些UFO好像知道他們發布了這一則新聞 於是在通告發布之後的第二天晚上 那些不明飛行物體再次整隊在華盛頓上空出現 跟上次一樣他們也是晚上出現 直到早上4、5點才消失 這群UFO整隊列隊再次出現之後 當時的杜魯門總統更加不聽愛因斯坦的勸告 他跟當時的軍部參謀長明確表示 要向有明顯侵略意圖的UFO宣戰 美國空軍的戰鬥機必須擊落那些UFO 但即使是當時的美國總統下了命令 當時空軍曾經多次在華盛頓上空遇到這群不明飛行物體 也曾多次出動戰鬥機 但就從來沒有擊落過任何一架UFO 這件事之後引起極大的迴響 當時多份美國的報紙頭版 都在報導這宗UFO事件 甚至乎有報章的頭版 用飛碟湧向首都上空 以及飛碟速度比戰鬥機更快 作為他們的頭版標題 但美國政府一如以往沒有承認這件事 為了平息公眾對不明飛行物體的關注 雷米將軍在1952年7月29日 在五角大廈展開了一場大型的記者會 沒錯 這位雷米將軍就是1947年 羅茲威爾事件拿著氣球出來那位雷米將軍 看來他當時真的頗不空 每次都要他出來解釋 而這個記者會是繼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五角大廈召開最大規模的記者會 雷米將軍聲稱華盛頓上空的不明飛行物體 只不過是一些天文現象 例如太空中的其他行星反光 又或者是流星 但有人問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雷達上面會有不明飛行物體的反應呢 雷米將軍解釋 雷達上面的反應其實是溫差現象 這種溫差現象會令到雷達以為有不明飛行物體 在華盛頓上空出現 但他也同時承認空軍的戰鬥機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和正在發生的時候 曾經有好幾百次在空中看到這些不明飛行物體 但由於那些不明飛行物體是天然現象 不是實體 因此他聲稱不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其實當時藍皮書計劃都有對這件事作出深入的調查 即使是藍皮書小組這些親政府的組織 都認為今次的事件是極不尋常 但藍皮書小組的調查結果 就被政府內部和CIA駁回 如果大家還記得上一個部分 曾經有說過藍皮書計劃的12,000個報告當中 只有5.6%認為不能解釋 另外那90%多都是天然現象 即使是今次UFO入侵華盛頓 甚至乎在白宮和國會大廈上空飛過 藍皮書計劃仍然定義今次的目擊事件 是可以被解釋的90%多中 即是被歸類沒有UFO出現 只是天文現象 可想而知藍皮書計劃的可信性究竟有多高 其實當時曾經有人在地面 用相機拍到華盛頓上空的UFO 在當代被認為可以確認UFO事件 是真實存在過的重要證據 不過有攝影專家聲稱 在上片出現的UFO光點 其實只是一種相機拍攝時 因為光源問題而產生的非真實影像 俗稱鏡頭光雲 所謂鏡頭光雲 就是指光線經過相機鏡頭時產生的擴散現象 在強光底下會特別容易產生 光線會因為相機內部的鏡片 出現多次反射和散射 形成光雲 令到所拍攝的圖像成品 出現一些現實所無的光點 而這些專家解釋 在相片中 華盛頓上空出現的光點 其實是對照著地下的街燈 如果細心留意的話 其實發現兩者是互相對照的 不過我認為這個解釋就不合理 當然我不排除現今有些 華盛頓UFO相片的相片是造假 又或者是所謂的光雲效應 但是這樣是解釋不到 為什麼當時不單止機場管制塔的人員 軍方人員 雷達 甚至乎是派上上空追擊這些UFO的 戰鬥機駕駛員 都看到這些不明飛行物體呢 而且我深信當時一定是有其他美國國民 同時看到這些UFO在華盛頓上空出現 所以這個光雲現象 只可以解釋得到某部分UFO的相片 有可能是拍攝出來的時候 所做出的效果 但解釋不到事件的本身 而真真正正令到華盛頓UFO事件 和羅茲威爾扯上關係 就是在1947年的時候 當時有個外星人仍然生還 美國軍方對這名外星人進行搶救之後 其實這個外星人一直留在地球 被扣留在美軍基地裏 如果以這個時間點來看 他應該在18號基庫 因為1952年的時候 51區還未成立 而且有一個說法就是 華盛頓UFO事件出現的這群外星飛碟 其實是想來接走那位羅茲威爾事件中 仍然生還的外星人 和其他外星人 實際上這群新來的外星人 不知道大部分的外星人 其實已經在1947年 羅茲威爾事件中聚毀死亡 有傳美國政府不肯交外星人出來 但至於是他們有心不肯交 還是沒有辦法跟外星人溝通 所以沒有交他們出來 這個我們就不得而知 於是他們就大舉在美國的首都上空出現 示意美國政府 要是跟他們進行交涉 要是就交出仍然生還的外星人 所以你會見到這群華盛頓UFO 好像跟美國在玩捉伊恩一樣 你派人上來捉我嗎 我就消失給你看 到你降落機場 他又突然之間出現 很明顯就是玩玩 但至於為什麼外星人 沒有馬上跟美國開戰呢 那是跟後面艾森豪威爾條約 和Project Sharple有關 還有就是如果大家還記得羅茲威爾那部分 一開始是說1947年6月 有一個叫阿諾德的飛行員 在華盛頓州的上空 曾經見過9架UFO列隊飛過 而剛巧華盛頓UFO事件 都是9架飛碟列隊在華盛頓上空飛過 所以1947年6月的9架飛碟 和1952年華盛頓UFO事件的9架飛碟 是不是同一群外星人呢 因為無論是地點還是飛碟的數量 都是非常吻合 有一點可以看得出的 就是UFO的飛行編制裏面 似乎是以每對9架飛碟為單位 所以才連續兩次事件中 都會發現9架飛碟 以及你會看到杜魯門總統 對這些UFO事件特別緊張 可能1947年的羅茲威爾事件 真的有些不可告人的真相 又或者杜魯門真的 親身見過外星人和UFO的存在 所以他才搞出了MJ12 Project Blue Book 以及不理愛因斯坦的勸告 追擊華盛頓上空的UFO 由這一點我們可以推測得到 不管羅茲威爾事件是真還是假 但是1947年一定是有些事情發生了 而杜魯門總統是親眼見過 所以他後來的反應才會這麼激烈 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上任 在那個年代經歷過1947年的羅茲威爾事件 以及1952年的華盛頓UFO事件 外星人是否存在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當時的美國政府內部認為 在遙遠的宇宙裡 有一群比我們地球文明更先進的生命體 而所謂UFO就是那些生命體 來到地球進行考察的太空船 隨著地球人的科學發展越來越發達 吸引到越來越多地外文明 來到地球進行考察 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 能夠率先與外星人建立關係的話 就極有可能拿到更先進的科學技術 由於當時二次世界大戰都算是結束無來 整個世界的局勢仍然是不穩定 如果美國要得到領導全世界的地位 他們必須要在軍事上遙遙領先其他國家 即是說他們想美國成為第一個 可以與外星人建立關係的國家 同時獨攬外星人的外星科技 從而令到美國在科技上 軍事上遙遙領先其他國家 這樣他們就可以永遠保持著世界第一的領導地位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何美國從來都不公開外星人的秘密 原因是他們不想其他國家知道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的存在 從而與外星人進行接觸 可以優先得到外星人的先進科技 但實際上以現時所知 除了美國之外 其實有其他國家已經接觸過地外文明 不過這一點就不是今天的討論範圍入面 我會留在將來出其他UFO片的時候 會再詳細說一下 根據現時的一些說法 在1954年的2月 艾森豪威爾至少見了兩班不同的外星人 而這個傳聞的考證 是說1952年2月的時候 艾森豪威爾在拉斯維加斯的哥爾夫球場 突然消失了幾個小時 表面的故事是說他要緊急做牙科手術 但實際上有人查過總統辦公室 當時是沒有任何做牙科手術的紀錄 而且當時他應該有一個會要開 記錄到他是臨時取消了那個會 所以實際原因有人說艾森豪威爾是走了去見外星人 因為總統理論上是不會無緣無故 沒有紀錄底下突然間失蹤 如果真的沒有紀錄的話 一定是總統想做些事 而又不想讓公眾和國民知道 雖知道在美國這種民主社會 要做到總統無緣無故失蹤是相當困難的 當時有傳他見的兩種外星人當中 其中有一種樣子好像北歐人 金頭髮、藍眼睛 而且身材很高 就這樣看起來外形有點像我們傳說中的精靈 難道古代的歐洲人曾經見過這種外星人 然後傳說再慢慢演變成為我們所知道的精靈 另外這種外形也好像希特拉所尋求的雅利安人 因為他一直認為雅利安人才是最接近神的人類 難道所謂雅利安人也是外星人的一種 這種精靈外星人和艾森豪威爾說 希望人類可以放棄核武 因為人類在精神上還未準備好擁有核武 而且核武對於宇宙的其他維度來說是非常危險 因為它會搞亂這個世界的時間線和空間 所以這種外星人要求人類停用核武作為回報 外星人會將高維度的知識傳授給人類 和外星人承諾會分享宇宙運作的奧秘給人類知道 而這些知識被後世稱為黃皮書 而另一種外星人就是灰人 不過這種灰人有可能和羅茲威爾事件中是不同種的灰人 因為在外星人沾維那個部分 我們也有說過灰人是有好幾個不同的種族 而和艾森豪威爾會面的這種灰人 說他們已經是一個垂死的種族 他們的種族曾經發生戰爭 令到他們的基因出現問題 所以他們來到地球 是希望可以在地球的生物上收集一些遺傳物質 令到他們的種族可以重回正軌 作為回報 這些灰人會將一些外星技術傳授給人類知道 當時艾森豪威爾和這種灰人有個協議 就是他們可以在地球上收集樣本 而且人類只可以佔這些樣本的少數 這個協議促成了日後美國多個地方發生牛隻的枝解事件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之前有說過灰人種是對我們的牛生長激素有接受能力 但至於這個灰人種和一會兒我們將會說的 Project Sherpa裡面的灰人種 是不是同一個種族呢 這個就不得而知了 於是美國政府為了得到外星人的高科技 而灰人也為了得到地球上的生物基因 他們很快就簽署了條約 但是這群灰人從來都沒有遵守過協議上的內容 因為從後世的事件我們可以知道 灰人曾經綁架過數百萬個美國人 而且在人類身上收集遺傳物質 而且這群灰人分享的所謂外星科技都不是真的那麼超前 甚至乎去到後期這群灰人和美國政府說 我們懂得心靈感應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們可以作出空間飛行 我們甚至乎可以在物理上穿越任何物體 甚至乎我們可以分解物質的分子 即使我們現在沒有遵守之前談好的條約 你又奈我們什麼何 人類的武器是非常原始的 我們可以輕鬆地解除你的武裝 基本上我們是可以隨時隨地在地球拿走任何我們想要的東西 甚至乎有傳當時灰人是立即展示他們怎樣解除人類的導彈系統 所以都挺肯定和艾森豪威爾會面的這群灰人對人類來說是極不友善 連同羅茲威爾事件來到的小灰人 我認為當時地球人應該總共見了三群外星人 至少美國政府應該是見了這三種外星人 分別是羅茲威爾事件的小灰人 外形好像精靈的外星人 以及剛才說過那種很邪惡的灰人 現時已知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有跟外星人簽定條約 但跟其他國家接觸的外星人品種和美國這三種 在傳聞上是不同的外星人 但不管艾森豪威爾跟哪一種外星人簽定條約 傳聞中條約的條款有以下幾點 第一 外星人的行為與美國政府無關 第二 美國政府不會干預外星人的行動 除非他們不遵守條約 第三 外星人不可以跟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達成協議 第四 美國政府會保障外星人存在的秘密 第五 美國政府會接受外星人的科技技術支援 第六 美國政府容許外星人每年收集固定數量的人體作為研究 第七 美國政府容許外星人用美國境內的牛羊來做基因實驗 在羅茲威爾事件的飛碟墜毀後 當時還有一個外星人仍然生還 後來他被美國軍方送到18號基庫進行搶救 之後那個外星人一直留在18號基庫裏面 由於當時無法跟這個外星人進行任何溝通 所以美國軍方就為那位外星人改了名叫做EBE1號 後面我會直接簡稱他做1號 由於言語不通 1號和美軍人員一開始的一年多時間是無法溝通的 後來有報告聲稱美國軍方和1號發明了一種特殊裝置 令到雙方都可以有實質的交流 這個說法其實我不是那麼相信 因為以人類的科技來說 很難解釋得到他們發明了某個裝置可以翻譯外星人的語言 在人類層面上來說 語言學上有一種叫做frame of reference的理論 就是兩個說完全不同語言的種族 是無法在一剎那之間找到對應的字眼 因為兩個完全不同的種族去解釋同一件事 或者同一個物件的時候 有可能用完全不同的概念去看 所以一開始人類是怎樣跟外星人溝通 這個部分 我是更加傾向相信另外一個叫做外星人艾羅的事件裡面的說法 外星人艾羅我本身沒有想在這次這條片說的 原因是外星人艾羅裡面的內容 和這次羅茲威爾事件的內容 風格有很大的衝突 所以我只會引用外星人艾羅 怎樣跟人類溝通的部分 取替Project Sherpa外星人和人類溝通的部分 因為我認為外星人艾羅和人類溝通的部分是更加合理 和外星人艾羅和Project Sherpa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但是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演繹方式 在Project Sherpa裡面這個外星人被稱為EBE1號 而在外星人艾羅裡面那個外星人是稱為艾羅 但是其實他們都是說同一個外星人的 以下是外星人艾羅怎樣跟人類溝通的部分 時間要回到1947年羅茲威爾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 當年有一個軍隊的護士 在1947年的7月 授命去處理一單飛機墜毀事件 負責搶救當中的傷者 這個護士叫做默克艾羅伊 後面我直接叫他護士就算了 當護士跟隨軍隊去到羅茲威爾的時候 他發現現場墜毀的不像是一架飛機 而是當代人所說的飛碟 而他要搶救的並不是任何軍隊的人類 而是墜毀飛碟裡面的外星人 在現場發現已經有幾個外星人的屍體 但只有一個外星人是生還的 但是這個外星人同時受了重傷 所以他去到現場之後 就為這個生還的外星人處理傷口 在這個時候他腦海突然出現了一把聲 走至有人在他旁邊說話 但那個聲音不是由耳朵傳進去 而是直接在他的腦海裡面出現 這把聲跟護士說 多謝他幫忙處理傷口 護士馬上把這個情況說給現場的指揮官知道 現場的其他軍人嘗試和外星人進行溝通 但外星人似乎是不會說話 所以他們認為護士所聽到的聲音 是一種近似心靈感應的能力 似乎外星人和其他生物溝通 是不需要用語言 而是直接用心靈感應 將自己的想法傳達給其他生物 而外星人的傷口被處理之後 馬上被軍方移送去另外一個秘密基地 兩天之後護士受命去到一個軍方的基地 原來自從兩天之前 軍方捕獲了這個外星人之後 他們不停地嘗試和這個外星人溝通 但是經過兩天之後 軍隊裡面沒有一個人成功可以和外星人溝通 而護士是目前唯一一個成功和外星人溝通的人類 所以軍隊就將護士帶去基地 希望可以透過護士和外星人進行溝通 護士去到現場之後 看到外星人坐在一間房間裡 他坐下來之後通過心靈感應 知道這個外星人的名字叫做艾羅 和他本人的名字有點像 因為護士本人的名字叫做默克艾羅伊 由於艾羅只是肯和護士進行心靈感應溝通 所以美國軍方一直都不滿意這個情況 原因是擔心護士有可能會隱藏了一些他們想知道的訊息 又或者他傳達外星人艾羅訊息的時候 未必100%可以表達到 所以護士和外星人艾羅進行第三天溝通之後 美國軍方希望護士可以教識外星人英文 於是護士之後每天的工作 就是每天14個小時不停地朗讀不同的書籍給外星人艾羅聽 不過老實說每天64個小時都頗要命 好像我做現在這條片一樣錄了幾個小時 聲音已經完全沙灑了 過了幾天之後 外星人艾羅已經不需要護士朗讀給他聽 他自己已經慢慢懂得看英文 接著的一段時間 外星人艾羅不停地看不同的英文書籍 而且他看書的速度很快 很快外星人艾羅就可以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思想 美國軍方一直把外星人艾羅籌禁到1952年 所以外星人就學懂了我們的語言 可以跟我們溝通 解釋了外星人怎樣跟人類溝通之後 我們就回到Project Shepard 美軍之後根據跟EBE1號的對話 知道以下幾件事 EBE指對地球的生命形式進行科學實驗 對人類不會造成太大干預 以及在不會影響地球人的情況下 盡量收集地球的樣本 EBE不會干涉地球上任何人類行為 即使是他們不喜歡的核爆實驗 EBE表示他們不是唯一到訪地球的外星文明 其他的外星文明對地球造成的影響 與EBE無關 在1號留在地球的時間 他向人類解釋了UFO的構造 因此美軍順利利用逆向工程 得到外星UFO上面的科技 1號同時指出自己母星的位置 他們的母星位於一個叫做SERPL的星系 所以通常中文網站會叫他們做賽白星人 也有些版本會稱呼他們做SERPL 在這個時候 EBE1號和地球 嘗試修復在UFO上面的某一些裝置 1號利用那些裝置嘗試 向母星進行聯絡 他一直在地球生存到1952年 而在1號死之前 他向母星發出了6條訊息 但在1952年之前 他都沒有得到他的母星回復 相信因此 所以1952年發生的華盛頓UFO事件 那些來地球的外星人因為收不到1號的訊息 所以他們才會在華盛頓上空出現 造成騷亂 而1號向母星發放的6條訊息 包括說了他自己仍然生存 但其他同伴已經死了 解釋他們那架飛行器為何會墜毀 以及1號向母星要求增援 以及他表明地球上有一個叫做美國的體制 希望與蔡白星進行外交 同時他希望母星可以派使者來訪地球 以及約定雙方會面的地點 就在1號死後的幾個月 即是1952年的12月 美國軍方終於收到蔡白星人的回復 同時在1955年艾森豪威爾成立了51區 專門用來處理和研究地外文明有關的一切 在接著的9年中 雙方都斷斷續續地進行聯絡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雙方都是不太了解對方的語言 但根據外星人艾羅的說法 外星人學習我們的語言明顯快很多 所以去到溝通的後期 外星人基本是用地球的語言和地球人溝通 而且他們最終和地球人達成了交流計劃 就是Project Sherpo 蔡白星人表示他們在1964年的4月 會向地球派出正式的外交使團 他們的飛碟會降落在新墨西哥州的霍洛曼空軍基地 他們預定大約一年之後就會來到地球 雙方會交換外交人員 即是說蔡白星人會派一個EBE留在地球 而人類可以派12個人去他們的星球進行文化交流 在1964年的4月24日下午 蔡白星人真的有兩艘飛船到達了預定的地點 雙方初步達成了交換外交人員的計劃 而在一年之後美國軍方在5萬多人裡面選了十男兩女總共12個人 他們全部都是孤兒而且沒有結婚也沒有小孩 這12個人裡面除了有些是空軍的飛行員之外 還有兩個語言學家、一個生物學家、兩個科學家、兩個醫生和一個安全人員 美軍將這12個人的紀錄修改並且刪除 修改他們的紀錄說他們已經在戰場上戰死了 還有我也想說說這裡選了十男兩女如果以今時今日的標準應該是一半男一半女 甚至乎是三分一男三分一女三分一變性人 然後當中又要包括黑人的又要有少數族裔 說回Project Chapel 在一年之後的1965年7月 一艘大型太空船就抵達了地球 停在奈華達州的核試驗場 12個被挑選的美軍上了這一艘外星太空船 帶著40噸地球食物 原本他們想在賽百星上生活十年 以了解賽百星人的科技水平和文化 而他們一個賽百星人 即我們所說的EBE 就會留在地球 以協助地球人了解他們的文化和科技 同時美軍將之前收集得到的外星人屍體 交給這些來訪的賽百星人 而留在地球的賽百星人 後來就被美軍稱為EBE2號 那我們後面直接叫他2號就算了 而2號將會作為賽百星人 地球人和12個美軍的翻譯官 本來整個前往賽百星的旅程是比較順利的 但當中一個代號叫308的美軍成員 因為腎臟出現問題 所以在旅程當中去世 賽百星人雖然有為他進行了悼念儀式 但之後就是拿了308的遺體 後來地球的成員因為這件事和賽百星人發生了磨擦 這件事我們後面會再看到 交流小組所坐的太空船以超光速飛行 都花了9個月時間才抵達賽百星 因為賽百星跟我們相差39光年 如果以光速飛行的話都要39年時間 由此可以印證外星人的航空科技 真是比我們領先很多倍 而賽百星這個星球的年齡其實比地球還要年輕 賽百星是在30億年前誕生 相比起地球的46億年是年輕了3分以上 而賽百星的直徑其實跟地球差不多 賽百星的直徑是11,000公里左右 而地球是12,700公里左右 賽百星自轉一天是需要43小時 公轉一周就需要865天 而賽百星的太陽是有兩個太陽 再加上賽百星本身是有兩個月亮 賽百星人解釋他們本身是屬於灰人的種族 大概在5000年前他們的母星環境變差 所以他們就離開了自己的母星 即是賽百星其實都不是他們原本的星球 再加上3000年前他們曾經發生過內戰 戰爭之後賽百星人只有65萬人 賽百星人其實都有分男女 他們可以依靠生物性的交配去繁殖下一代 但是他們的小孩成長速度很快 轉眼間就會由小孩成長成為大人 他們的腦容量比人類大 人類的腦容量大概是1400毫升左右 而賽百星人是比我們大400毫升 即1800毫升 已知他們的壽命比人類長 而且他們的族人死後都會有類似人類的拜祭儀式 美軍的交流小組發現地球上的時間概念 在賽百星上是不適用的 他們會感覺到自己在賽百星上的時間是錯亂的 有時候他們以為已經過了一天 但實際上只是過了一個小時 另外食物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他們在地球帶來的40噸食物很快就被吃光 所以後期他們唯有轉移食用賽百星上的食物 而賽百星上的食物就像一塊紙片一樣 在他們的星球上也有一個領導人 和普通的賽百星人是有點不同的 領導人的體型上是比較大隻 前面也有說過一個叫308的美軍交流小組成員 死了之後遺體被賽百星人拿走了 交流小組曾經透過EBE2號 向賽百星人提議拿回308的遺體 但是賽百星人就不願意交出已經死了的人類屍體 所以雙方因此發生衝突 後來賽百星人帶交流小組去到一個很大的建築物裡面 在這個建築物裡面 賽百星人向交流小組表示 他們已經對308的遺體進行了解剖和人體實驗 賽百星人說他們會利用308的遺體進行無星反殖 即是說他們會嘗試在賽百星上面複製人類 交流小組表示不滿 他們表示308的遺體應該是屬於地球的財產 而不是屬於賽百星的 所以交流小組是不同意賽百星人對308進行任何實驗的 後來雙方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 但由於人離鄉戰交流小組都不得不讓步 以免衝突進一步擴大 有一個代號叫做700的小組指揮官 另外一個叫做754的科學家被批准參觀實驗中的308遺體 他們被帶到一個房間裡面 看到賽百星人在那裡對308進行生物實驗 當時親眼目睹生物實驗的700和754被眼前看到的景象震驚 賽百星人試圖解釋他們的實驗內容 但當時的地球人是沒有辦法了解什麼是生物科技 700和754不單止在那裡發現賽百星人對308進行人體實驗 他們還發現在這個基地裡傳放了很多其他不同品種的外星人 地球人在這裡發現賽百星人對其他宇宙人進行不同的生物實驗 交流小組事後評論這些生物實驗是賽百星黑暗的一面 而這個位置其實是驗證了說小灰人是沒有感情的 你看到這些外星人對308死了之後就覺得308已經是一句位體 既然是一句驅學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利用它進行生物實驗呢? 由於地球人在賽百星上感覺到時間錯亂 所以他們是沒有辦法正確計算得到地球的時間 本來他們想著在賽百星裡逗留10年 但最後他們都在這個星球上生活到地球的1978年 即是住了13年 當時只有8個人是被送回地球 因為在這13年裡面有另一個人其實是死了在賽百星上面 另外有兩個人是決定留在賽百星上面生活 再加上死了的308 所以回程的時候就只有8個地球人 最後美國空軍將這8個由外星回來的人類藏在美軍的基地裡面 這8個人回來之後寫了一本長達3千頁的報告 後世稱呼這個報告為紅皮書 但這8個人很快陸陸陸陸在地球上死亡 原因就是在賽百星上面有兩個太陽 所以所含的輻射都是比地球高幾倍的 最後一個去過賽百星交流的小組人員 在2002年已經死了 如果你們有細心留意的話 Project Sherpo的故事 具體內容其實跟艾森豪威爾條約裡面說的那種小灰人 是有一點類似的 但為什麼我沒有直接把兩點連結在一起呢 原因有兩個 第一就是艾森豪威爾條約裡面那種灰人 很明顯是比較邪惡和不守信用的 你看到那種灰人是會威脅回艾森豪威爾 但Project Sherpo裡面那種灰人是比較柔軟一點的 以及他是比較願意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 而且那12個人12個地球人去到他們的星球之後 都可以很安全地回來 第二點就是他們所說的時間其實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Project Sherpo裡面是說1952年 那些小灰人才開始跟美國取得聯絡 去到1964年他們才第一次會面 但在艾森豪威爾條約裡面 雙方在1954年已經進行過會面 所以兩者的時間是不一致的 在這裡我會傾向相信艾森豪威爾條約裡面那種灰人 可能和Project Sherpo裡面那種灰人是不同種族的灰人 以及整件事講完之後大家有沒有覺得故事很熟口熟面 沒錯史提芬史匹寶有一套戲叫《第三類接觸》 整個故事的架構和Project Sherpo是很像的 傳說中有兩個說法 第一就是美軍裡面有人希望透過電影 令到世界上其他人都知道外星人的存在 同時知道美國曾經有人和外星人進行的交流計劃 令到大家慢慢開始相信和接受這個世界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到真的公佈的時候 人類都不會因為太過衝擊接受不到現實 而導致這個世界上產生混亂 第二,美國軍方本來是沒有打算公佈這個交流計劃的 但有人知道這個交流計劃的存在 所以他將這個計劃的部分內容爆料給史提芬史匹寶知道 從而令他拍出第三類接觸 其實將一些事件插入到現今的影視作品和流行文化裡面 都不是一個新鮮的做法 其實很多國家的政府都希望用這種方法 潛移物化地對他們的國民進行洗腦 不單單是這個UFO的層面 在政治層面上都有這種做法 當然不同的國家希望對他們的國民進行不同程度和方向的洗腦 讓他們的國民慢慢接受這些事 不管是在UFO的層面上或者是政治層面上 這個方法其實一直沿用至今 所以即使政府內部有人希望透過電影 慢慢接受這個世界上有地外文明 我都不會覺得太奇怪 最主要是去到今時今日宇宙裡面有其他文明的存在 基本上已經等同是上色 而且各個國家都有和地外文明合作 已經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壟斷的情況 每一個國家的政府最希望就是消息公佈了之後 是不會對他們的國民造成太大的衝擊 從而演變成為他們的管戰危機 所以利用電影和流行文化 潛延物化地改變他們的國民 令他們慢慢去接受一些比較衝擊的事件 是一個比較軟性的做法 由五六十年代開始 美國境內不停發生動物被肢解或殺害案件 而這些動物被肢解的案件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通常都是一夜之間發生 大部分動物死亡之後會發現他們的內臟被人抽走了 在外觀上看那些動物沒有被破壞 但是他們身體上有一些很小的開口 似乎有人利用非常先進的手術儀器 在這些動物身上一個很精準的位置 切開一個很小的開口 再把他們裡面的器官拿走了 而這些手術的精確度是連骨頭都沒有被破壞 而且這些被拿走了內臟器官的動物 並沒有流出任何的血液 不僅如此 連動物體內的血液都完全被人抽走了 還有一點很奇怪的就是 這些被抽走的器官似乎是有目的性的 因為大部分被抽走的器官都是腦部 消化器官和生殖器官 另外某些個案的情況下 發現這些動物的現場通常都會殘留著一些輻射 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些動物都是沒有掙扎的痕跡 某些個案甚至乎那隻動物附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腳印 即是說這些動物不是自己走到他們死亡的位置 而是似乎有人在空中搬運這些動物 再在空中扔他們下去 所以地上才沒有留下這些動物的腳印 因此大多數的情況下 發現這些動物的時候 他們背部或腳部的骨都是骨折的 印證了他們是被人在一定程度的高空扔到地面 而且這些肢解事件通常都在晚上發生 以及附近經常都有目擊UFO的個案 在這裡我抽了三個動物肢解事件來講 分別就是在1976年的美國中西部 有一個牧場主人 發現自己一隻三歲的母牛遭到殺害 而且現場還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三腳架痕跡 他調查那個牧場周圍之後 發現總共有三個這些三腳架的痕跡 每一個三腳架的尺寸都是一樣的 而且這些三腳架旁邊的草通常都是被人燒焦了 會留下一些黃色好像有的物體 三天之後這個牧場主人又發現那些三腳架的痕跡出現 之後他發現現場有一隻母牛的幼耳被人撤下 後來他將這件事告訴當地報館 有專家看了這一輯報道之後 就去到現場做了一個放射性的測試 發現那些三腳架痕跡的位置 它的放射性會比平常高兩倍以上 報館報道之後 當時的社會就有一個傳說 就是說這些被枝解的動物是當地一些邪教 或者是當地一些印第安儀式的內容之一 而因為有報館報道 其他牧場的主人看到之後 都紛紛說自己曾經有相同的經歷 最後發現美國境內各州都有同類型的事件出現 於是FBI就派人去調查這些動物枝解案 後來他們發現原來過去12年裡面 不同地方的牧場總共是發生了幾百宗動物枝解案 而且發現有時被枝解的動物不一定是牛的 在其他個案裡面 馬、狗、羊、兔子身上都有發生這些動物枝解案 而且範圍不單是美國 其實其他國家都有這個現象出現 另外一件就是發生在1967年的科羅拉多州 當地的牧場主人發現牧場無端端有一匹馬死了 最奇怪的就是這隻馬頸部以上到頭 所有的肉都被人割下來 但是他的身體完全沒有任何傷痕 但是頭去到頸的所有肉就被人割乾淨了 只有整個骷髏骨而已 而且血液、腦部和脊髓液是全部被人抽走了 還有一些重要的器官 在身體沒有被破壞的情況下被人抽走了 例如心臟、腎臟和肺部 還有就是他發現這隻馬上面 有一個很奇怪的三角形傷痕 這個傷痕和前面的個案是不同的 因為前面的是三腳架的痕跡 是在地上的 這是一個三角形好像一個落印的物體 牧場主人很肯定這個三角形的傷痕之前是沒有的 而且從當地的居民口中得知 那個牧場附近晚上經常都會有些光點在天上飛 還有一個個案就是1994年猶他州的東南部 有一個牧場聲稱是特別多超自然和UFO事件頻繁發生的 那個牧場大概是佔地207公廷 而且當地由70年代開始已經經常有UFO目擊個案 同時這個牧場是鄰近一些印第安人的保護區 在過去的50年裡這個地方不停發生一些很奇怪的事件 當中包括一些動物例如馬牛羊會被肢解和消失 牧場範圍裡面有時會出現一些不明飛行物體 曾經有目擊者發現一隻紅色好像狼的巨大生物襲擊牠的生畜 而且這隻生物被子彈打中的時候是會毫發無傷的 再加上那個地區的磁場經常都會不穩定 有時指南針在這個牧場範圍裡面是會失靈的 其中有一個晚上這個牧場主人正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他發現牧場裡面有一些燈光在這裡 開頭他以為有人入侵他的牧場 於是他就開車追出去 他發現前面有兩盞好像車尾燈的燈光 一直向森林那邊駛去 於是他就開車追他追到進森林了 但是牧場主人在追這架UFO的時候 他發現幾個很不尋常的事情 包括就是空氣裡面尼曼著一種很奇怪的金屬味 而且即使他已經追到那輛車的後面 但仍然沒有聽到前面那輛車有任何的引擎發動聲 就在他前面那輛車快撞到牧場的欄杆的時候 那兩盞車尾燈突然衝了上天空 之後就飛走了 自從那晚之後 牧場主人經常看到一些發光體在天上飛 有時候他會發現有九個發光體排成V字形在天上飛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羅茲威爾事件和華盛頓UFO事件 都是說有九隻飛碟排成V字形在天上飛 在有大量UFO出現在牧場之後 牧場主人發現那些牛羊突然之間大量以奇怪的方式死亡 那些牛羊的驅殼完全沒有被破壞 但裡面的器官就沒有了 更加奇怪的就是那隻牛的外部沒有任何傷口 但解剖那隻牛之後會發現它裡面某些器官 例如肺、腸、胃 是會好像被人用手術的方式被人拿走了 而且在牧場裡面以這種奇怪的方式死了的動物 現場是一滴血都找不到的 大家聽到這裡會不會覺得這件事又是很熟口熟面呢? 沒錯,它就是近幾年非常熱門的話題 皮痕者牧場 不過皮痕者牧場也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所以這次就先講到這裡 將來我會開一條長片專門講皮痕者牧場這個題目 還有就是大家記不記得羅茲威爾事件裡面 美軍拿了那架墜毀的飛碟回到18號機庫之後 是用逆向工程拆解裡面有什麼高科技 其中一樣他們提到他們找到一種裝置 好像手術刀一樣 而且前面是會射一些紅外線出來 貌似就是用來切割某一些東西 如果將他們串連在一起的話 會不會外星人其實一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經來到地球 因為他們的基因有缺陷 而他們有研究到我們的牛隻的生長激素 是可以對他們產生作用 所以他們時不時都會來到地球捉走我們的牛隻 然後拿回到他們的飛碟和母艦上進行生物研究 所以在羅茲威爾事件裡面才找到那兩把紅外線手術刀 如果再看回動物被枝解的時間是處於六七十年代 最高峰發生動物之間案的時間其實是八九十年代 看回艾森豪威爾條約的部分 是發生在1954年 當中有說過總統和外星人談好了 會被他們在美國境內捉牛羊回去做生物研究 而且看回60年代的Project Chappell 裡面的灰人是會在自己的星球裡面 研究其他不同星球的生物 用來做生物研究 你就會發現其實動物之解事件 應該是五六十年代美國政府就跟外星人談好了 在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就到了高峰期 接連地發生這些動物之解事件 不過有一點奇怪就是 好像這十幾二十年就沒有再聽到這些動物之解事件 可能這些事件已經曝光了又沒有辦法被解釋 又或者外星人已經不再滿足於捕捉我們的動物去研究 而是改了捉人去研究 所以這十幾二十年才少了那麼多動物之解案 而不理是用神秘學去解釋 或者是嘗試用現實世界的科學去解釋 動物之解案至今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 沒有人知道它是怎樣 在哪裡 在什麼人 導致這些動物之解案出現 前面講了那麼多跟羅茲威爾事件有關的不解之謎 由這個部分開始會連續三個部分講一下 在美國政府的角度是怎樣解釋羅茲威爾事件的呢 正如我們看了那麼多正方的資料 都是時候看反方的資料去平衡 而這三個部分分別是美國政府的解釋 Project Borgo 和解剖外星人事件 其實在1997年的6月24日 五角大樓披露了一份231頁的報告 這份報告主要是希望公眾相信 所謂的羅茲威爾事件裡面的UFO和外星人 其實只不過是信息混亂底下的產物 以下我拿了報告裡面的幾個主要解釋 包括在1954年至1959年期間 空軍其實有一個計劃叫做Operation High Dive 在這個Project裡面 美國空軍會幫一些假人穿上一些降落傘 然後在高空扔他們下去 容易測試降落傘的性能 由於這些假人會被軍方多次使用 每次用完之後這些假人身體上都有些部分是缺失了 例如本來假人上面是有五隻手指的 但最後被人撞掉了一隻 所以後面有人看到外星人只有四隻手指 其實是因為那些假人被人撞掉了一隻手指 另外那些假人也是光頭的 還有有時這些假人的下半身是被人撞爛了 只有上半身 所以整個看下去就好像很小隻一樣 而官方報告的解釋就是說 羅茲威爾事件裡面被牧場主人和其他人看到好像小灰人的物體 實際上是測試用的假人 但由於一般民眾不知情 他們在遠距離看到這些假人就以為是外星人 但實際上兩者的計劃時間是對不上的 因為羅茲威爾事件發生在1947年 但他的Operation High Dive是1954至1959年的 另外羅茲威爾事件裡面曾經出現過一個叫格林丹尼斯殯儀館工作人員 聲稱美國軍方曾經問他怎樣保存屍體 在政府的報告說 其實在1956年有一架軍用飛機 真的在羅茲威爾附近墜毀 飛機上的飛行員全部都身亡 而且還被嚴重燒傷 這些屍體被送往羅茲威爾的空軍醫院的時候 運送途中其實有一個飛軍人在參觀基地 同時看到這些屍體 而那個參觀者就是格林丹尼斯 所以後期格林丹尼斯回憶起他曾經見過那些聚毀人員的屍體 其實是說1956年不是1947年 還有報告裡面有一個說法就是1959年的時候 有一個正在測試氣球的軍人 因為氣球失靈 那個軍人又在空中掉落地面 急救人員趕到現場的時候 發現那個軍人的頭因為受到撞擊所以導致非常腫大 就好像傳聞中外星人的頭一樣 後來他被送入醫院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傳聞就是外星人的頭很大 但你會看到他這份報告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所說的事件全部都是1950年 是跟羅茲威爾事件的1947年對不上 他份報告的態度就是反正你信不信我就信了 而在眾多官方解釋裡面 Project Morgan裡面的說法是會比剛才的說法好一點 在1994年的時候 美國空軍曾經釋出了一份900多頁 對羅茲威爾事件的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我也有在手 我也有看過的 報告裡面 美國空軍是推翻自己在1947年曾經說過 羅茲威爾事件裡面的碎片 其實是氣象氣球的說法 他們聲稱其實所發現的碎片 是來自一個叫做Project Morgan的計劃 Project Morgan是當代美國空軍的一個秘密項目 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軍做了大量的研究 其中一個研究是講海洋中聲音傳播的研究 當時研究指出 只要在海洋裡面的某一些洋流放置水底收音器 就可以收到數千公里以外的爆炸聲 而當時的理論是講爆炸所產生的聲波 可以經過海洋深處的洋流傳送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因此在Project Morgan推測同樣的 theory 在地球高空的大氣層聲音可以以同樣的方法來傳播 至於為什麼他們要偵測爆炸聲呢 原因就是當時美國和蘇聯在打冷戰 他們想知道蘇聯究竟有沒有在他們的境內進行核爆 或者是其他導彈的試驗 如果蘇聯是有測試核爆的話 理論上爆炸聲可以經過高空的大氣層傳播到美國 唯一的困難點就是要在高空的某一個位置長時間停留 才可以探測到那些爆炸聲 而氣球就是當時他們想到唯一最適合的載體 於是他們就發展了Project Morgan 最主要是用50個大型氣球攜帶著一些很輕盈的木製骨架 以及利用一些像石子般的物質造成的風箏 利用這些儀器將監聽器帶到大氣層的高處 從而探測一下蘇聯究竟有沒有進行核爆 當時由於這些氣球去到大氣層高處之後 受到天氣變化的影響 即是羅茲威爾地區在1947年的7月頭 不是有一場暴風雨和雷暴的嗎 最後這些Project Morgan的氣球就墜毀了在羅茲威爾上面 後來經過其他人誤存之後就演變成為我們今時今日所知的羅茲威爾事件 報告中解釋Project Morgan由於是當代一個秘密計劃 所以所使用的材料都有別於當代的氣象氣球和飛行器 所以就算在空軍擔任情報官的Jazzie少教 都未見過這些材料和未見過Project Morgan的氣球 用來解釋當時Jazzie少教為什麼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些物料和飛行器 以及羅茲威爾事件中有講過碎片中 有一種像公字鐵的物體 公字鐵上面有一些象形文字 官方的報告解釋就是那些不是象形文字 而是當時他們找製造Project Morgan氣球的零件 有一部份是來自一間玩具公司的 由於當時的計劃很急 那間玩具公司剛好沒有適用的零件 於是他就用了手上可以用的資源 他們手上有一種紫色上面帶有些公仔和花圖案的膠紙 用來貼著Project Morgan氣球的支架 而這些支架就是羅茲威爾事件中發現的公字鐵 那些紫色的花花膠紙貼上去的支架之後 由於羅茲威爾地區非常炎熱 再加上飛行到大氣高空的時候沒有任何遮擋 太陽光可以直接照射到膠紙和公字鐵上面 後來因為熱力 膠紙上的花圖案移印到公字鐵上面 造成後來羅茲威爾事件中有人說發現公字鐵上面有象形文字 其實那些只不過是一些玩具膠紙 至於Project Morgan氣球所使用的物料 是不是真的獨特到連空軍的情報官都分不到呢 而且又如何解釋他們說發現過一種金屬片 當你咬彎它的時候它很快會打回原形 即是記憶金屬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剛才是有說過1947年的時候 記憶金屬是還未被發明出來的 記憶金屬最早要去到1949年才被發明出來 就算當時美軍真的超前地使用了記憶金屬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軍方所使用的科技起碼領先民間30年 如果用這個方式去看美軍真的有記憶金屬的話 它的效能應該還未有Jesse少教所說的那麼誇張 因為官乎我們現在2024年的記憶金屬 都沒有辦法在你屈巢後馬上變回原形 另外有一點就是 怎樣去解釋羅茲威爾事件中 有人撿到一些碎片之後 發現幾個小碎片放在一起 過了不久他們會融合在一起呢 再加上這些金屬碎片拿上手 好像完全沒有重量感 在這個層面上 Project Logo是完全解釋不到的 至於信不信這些官方解釋呢 我就留給觀眾自己去想 還有大家可能會覺得 用氣球來做間諜的觀察 是一件天方夜談的事 但事實上就算是現代的天文觀察 很多時候都是用氣球來完成的 甚至乎大家是不是已經忘記了 早一兩年 美國各地發現了一些氣球出現 而這些氣球聲稱是 某個強大國家的間諜氣球 而這個強大國家也承認了 這些氣球是來自他們的 但是這些氣球並不是間諜氣球 而是氣象氣球 因為受到不明天氣所影響 所以才飄到美國的上空 最後這件事都是不了了之的 首先在講這個部分之前 我第一句就要講 解剖外星人這條片 其實已經被證實了是假的 所以我會放起反方意見的這一部分 用意證明其實真的沒有解剖外星人 我相信這裡大部分的觀眾年紀 其實都不小 因為我在後台看到 其實我大部分的觀眾都是三四五十歲 所以我都很肯定大家在1995年的時候 曾經有看過今天看真點 今天看真點 其中一個最爆的個案就是解剖外星人片段 那整件事和這條片究竟是怎樣來的呢? 話說羅茲威爾事件之後 消息一直都被美國軍方封鎖 直到8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越戰和水門事件 美國的民眾是極度不相信他們的政府 所以才會找回1947年的羅茲威爾事件出來 即是說在1947年去到1978年左右 其實美國境內是沒有什麼人談論羅茲威爾事件 現在大部分對羅茲威爾事件的研究 其實都是來自1978年之後 去到1995年因為一部解剖外星人的紀錄片 令到羅茲威爾事件重新走入大眾的視野 在1995年的8月28日 有一個片商聲稱他有一位原空軍的攝影師 賣了22柄16毫米的菲林給他 而這些菲林的片段是黑白的而且沒有聲音 在片中可以看到有一具外星人的屍體 另外有兩個類似醫生的物體在解剖這具屍體 整個過程是17分鐘 這個片商聲稱有一柄解剖外星人的紀錄片之後 馬上聯絡世界各地的電視台 引起了全世界的軍動 不單止香港 在英國、法國、意大利、美國、德國等等 全世界44個國家同時同步播出 但是在那個時候美國軍方反而不出聲 雖然今時今日大家已經知道 這一柄解剖外星人的片其實是假的 但當年其實已經有些專家指出 整條紀錄片裡面都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例如鏡頭拍來拍去都只是拍到兩面牆 是看不到解剖室的其他地方 因此有人說這是錄影廠常見的佈置方法 另外在片中聲稱聚毀的日期是6月1日 但實際上羅茲威爾事件應該是發生在1947年7月份 還有就是畫面裡面曾經看到有一個有線的電話 我想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從來都沒見過有線電話 甚至乎有制禁的電話他們都未必見過 但實際上有線電話是在1950年才出現 所以1947年的時候不應該出現這種電話 還有一點就是裡面解剖的醫生拿剪刀的時候 他會把手指弓和食指放進去剪孔裡面 但實際上進行解剖的人 通常都是把手指弓和中指放進去剪孔裡面 因為這樣剪會比較靈活和穩陣 所以專業的解剖人員會用中指 只有一般人才會用食指放進去剪孔裡面 還有是可以看到現場有一支原子筆 但實際上1947年原子筆還未被發明出來 另外有些醫學專家指出 真正的解剖是會對每一個器官作詳細的紀錄 例如這些器官的特徵 和其他器官的關係和位置 還有就是每一個器官的排列順序 還有就是每一個器官由母體分離出來之後 都會立即作防護處理 另外解剖的時候一般都會準備很大量的海綿 和疏到液體的喉管 因為解剖屍體的時候 屍體通常都會滲出很多不同種類的液體 但在影片裡面只能看到兩個穿著很簡單防護服的人 隨手就鋸開那具所謂外星人的屍體 在外星人的身體裡面拿了一些器官出來之後 又隨處擺 好像對這些器官滿不在乎一樣 而在這條解剖外星人紀錄片面世10年之後 製作人自己親口承認 其實那條片是自己拍出來的 根本就沒有什麼解剖外星人紀錄片 所謂的外星人其實是找了一個道具師做出來的 因為當年很多科幻片很逼真的道具 其實都是英國做出來的 整個外星人屍體的模型 他們總共花了四個星期的時間 用黏土和橡膠所造成 裡面塞了大量的雞牛羊的內臟進去 另外他們去肉類市場買了一些動物的骨關節回來 將它放在這隻外星人的身體裡面 最後拍成這一套解剖外星人的紀錄片 不過奇怪的就是 他自爆解剖外星人片段 其實是他自己拍出來的幾年之後 這個製作人又走出來說 其實整件事是真的 真的有那卷解剖外星人的菲林 而且他是看過的 他聲稱當時用了一個很高的價錢 將那餅的菲林買回來 他看了一次之後打算公開這條片 但是他沒想過那卷菲林是1947年的 他不知道舊菲林的保存方法 所以意外地令到這一項菲林曝光了 原始菲林的某些部分已經沒辦法再放出來 所以他將那些缺失了的部分 用自己的方法和記憶補拍出來 所以才有1995年大家看到那條解剖外星人的片 而他聲稱1995年那條片 其實有些片段是來自原片的 後來有些電影的製作人走出來說 如果你細心一點看回 1995年那條解剖外星人的紀錄片 你會發現那條片裡面 有兩種不同的光源 分別就是遠鏡比較光的部分 和近鏡比較暗的部分 所以有人聲稱 其實近鏡和比較暗的部分 是來自真正的原片 而比較光鏡頭比較遠的部分 其實是後期重新補拍的 至於這個製作人為什麼在幾年之後 又有一個新的說法呢 假設你認同解剖外星人這條片是真的 這樣這個影片製作人 有可能在某一段時間 曾經受到一些人的恐嚇 要他走出來承認解剖外星人的片段是假的 甚至乎這個影片製作人 在英國拍了一部電視劇 那個劇名就真的叫解剖外星人 他將整件事 由他如何拿到這片片開始 重新拍一次 但是就加入了很多搞笑的元素 所以我認為 有人可能想大眾 認為這個影片製作人 其實是一個小丑 所以刻意安排他做些事 令你覺得他為了賺錢和造假 通常在這些情況之下 我們會叫做Disinformation 其實這件事我在911那條片已經有說過 所以這裡我就不再重複了 但是你問我信不信有解剖外星人這條片呢 我自己個人認為我們現在看到那條片是假的 但真的有發生過解剖外星人事件 原因是前面也有說過 羅茲威爾事件之後 美國軍方把外星人屍體送到18號基庫 當中是有人解剖過外星人的屍體 因為根據後來一些美國退役軍人的說法 我們知道當年是有人做過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不相信有解剖外星人的存在 其實你再進一步 都不用相信有羅茲威爾事件的存在 即是如果你覺得1947年 羅茲威爾事件是真的 真的發生了一些事情 以一個很正常的推論去想 美軍得到了外星人的屍體 他一定會對外星人的屍體進行解剖 當然真正的解剖 應該比我們現在看到的嚴謹很多 包括在無菌的實驗室進行 又或者解剖他的人員 會穿新化防護服 至於是信美國政府的說法 還是信製片人的說法 我就交給大家自己去想 羅茲威爾事件我想是現時 其中一個最難破解的不解之謎 今次來到總結這個部分 我會用兩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總結 分別是正方 即是相信羅茲威爾事件 真的有UFO和外星人有出現過 以及反方 即是羅茲威爾事件內容 其實全部沒有發生過 之所以有今時今日的故事 全部都是消息誤傳 又或者是有人導賞出來的 而第一個部分我會先講一下反方的總結 其實如果你前面有細心看的話 我有講過羅茲威爾事件 其實由1947年發生之後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是沒有人提及的 真真正正令到件事再次崛起 是要去到1978年的 甚至乎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羅茲威爾事件根本沒有被列入 不明飛行物體的事件簿裡面 現時我們對羅茲威爾事件的看法 很多都是由1978年開始的 原因是1978年的時候 有個神秘學的作家 叫做Charles Bellis 當時他為了寫一本關於UFO的書 他翻查1947年 曾經有個個案在羅茲威爾發生 於是他就去找回當年 拍攝了一張照片的Jesse少教 做訪問 在1978年的時候 Jesse少教和這個作者 說雷米將軍當年是叫他說謊 而且他當時跟這個作家說 他相信他撿到的碎片是來自外星 同時他添加了發現外星人的內容 因為在1947年的原始報道 當時是沒有提過任何外星人屍體 直到Jesse少教接受完這個作家的訪問之後 這個作家寫了一本書叫做羅茲威爾事件 在這本書裡才是首次出現外星人屍體這個資料 而且在1947年至1978年期間 在美國出產科幻小說的高峰期 Jesse少教會不會在這段時間 受到科幻小說的分圖 而改變了當年他對羅茲威爾事件的記憶 而創作了一些不存在的情節呢? 還有就是Jesse少教有提到那些外星人的形象 其實不是他原創的 因為這種小灰人的形象 其實在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說裡已經有出現 去到1978年Jesse少教接受訪問的時候 才首次提到在羅茲威爾事件裡有小灰人出現 而巧合地這些小灰人的形象 和之前科幻小說裡的形象是不謀而合的 這裡我有兩個看法 第一Jesse少教過了這麼多年 可能受到科幻小說的分圖 之後有作家來找他 他都希望可以提供一些他自己幻想出來的情節 所以為羅茲威爾事件添加了很多不同的神秘色彩下去 第二會不會有人和Jesse少教說 只要他提供的資料夠爆炸性 有人就會給回一定程度的費用Jesse少教呢? 反正當時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查得回真相是怎樣 再加上羅茲威爾事件當年的熱度不像今時今日那麼大 所以隨便創作出來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最後Jesse少教和這個作家 就聯合創作了很多在羅茲威爾事件裡 找到外星人和飛碟的條段了 另外一個值得懷疑的地方就是Jesse少教的兒子 在Jesse少教死了之後曾經接受過訪問 當時已經是90年代打後2000年頭 Jesse少教的兒子當時是跟傳媒說 他11歲的時候他爸爸曾經帶過那些記憶金屬回去給他看 但事實上90年代之前的羅茲威爾事件裡 是沒有一個資料講Jesse少教把記憶金屬帶回去給自己的兒子看 就連Jesse少教在1978年接受作家訪問的時候 都沒有提過這個資料 所以說有記憶金屬這個情節 其實是90年代之後才出現的 還有就是整件事裡面曾經出現過一個殯儀館的工作員 叫做格林丹尼斯 他聲稱在1947年的時候 美國軍方曾經找他訂了幾個很小型的棺材 用來放外星人的屍體 又問他怎樣可以保存一些暴露在荒野幾天的生物屍體 其實原始的報導裡面是沒有這個情節的 這個情節是1989年8月5日 另外一個UFO的專家去訪問丹尼斯的時候 他才說出來的 即是說在1989年之前 根本不存在格林丹尼斯和外星人屍體的相關報導 而且格林丹尼斯當時是說他在空軍裡面有一個護士朋友 親眼看到外星人的屍體 但後來經過查證之後 發現1947年的羅茲威爾任何民間軍方的醫院裡面 根本就不存在這一名護士 最後連丹尼斯自己都承認那個護士是他自己虛構出來的 由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看到 現時大部分關於羅茲威爾事件的故事情節 包括有外星人屍體的出現 包括那些碎片是超乎當時科技水平 還有軍方解放外星人 這些橋段都是1978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大部分都是80年代和90年代之後才出現的 而1978年之前的羅茲威爾事件 根本就無人問津 當時只是一宗飛行物體 墜毀在羅茲威爾牧場的事件 而整件事最致命的一點 就是將羅茲威爾事件 炒熱成為近代最出名的神秘學事件的其中一個人物 就是1978年曾經訪問過Jesse少教的作家 Charles Bratis 因為同一個作家在出羅茲威爾事件這本書之前 其實是出過好幾本和神秘學有關的書籍的 包括阿特蘭提斯之謎 《費城實驗》和《百姆達三角》 而他出這些書籍聲稱都是訪問過有關的人士 而且他也是聲稱以一個比較科學的角度 去將這些隱藏了的事公開出來 但當年他出完這些書之後 都被科學界話他 書裡面的內容根本毫無根據 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個人導賊 所以羅茲威爾事件會不會只不過是一個作家 因為想自己本書好賣一點 所以就將一件很簡單的墜毀事件 扭曲成為外星飛碟墜毀在地球呢 還有一點很神奇的就是 羅茲威爾事件去到越近代的資料 反而是越詳細的 即是1947年至1978年之間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關於羅茲威爾事件的資料和證人 反而去到八九十年代 甚至乎去到二千年代 其實大部分當年的人已經死了 但越近代出現的資料反而是越詳盡 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究竟有多少資料是真的呢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回百姆達三國所發生的事 現在已經被證實了沒有傳說中那麼嚴重 有部分情節是被導賊出來 所以羅茲威爾事件會不會是同一個原理 基於七十年代美國人對於科幻情節的喜愛 再加上當年他們對政府的不信任 然後有部分證人為了賺錢而說謊 導賊了羅茲威爾整個故事出來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其實所謂UFO 只是一種被美國開發但又沒有公開的飛機呢 尤其是1947年美國和蘇聯冷戰的時候 兩個國家都是剛剛打完世界大戰 兩個都在鬥究竟誰才是大哥的問題 如果在世界大戰他們都屬於勝利國的話 要令到全世界覺得他們再高一個層次 就一定要在地球之外 羅茲威爾事件其實只不過是一場意外 實際上在羅茲威爾事件發生前幾天 阿諾德在華盛頓發現那些飛碟 只不過是美國秘密開發出來的飛機 剛巧被阿諾德看到 而過了幾天之後 因為羅茲威爾地區有雷暴 而當地的上空就有美國秘密研發的飛行器 我不管它是飛機也好 氣象氣球也好 無意中墜毀了在羅茲威爾裡面 後來不理是美國政府散播消息說墜毀了的UFO 還是民眾自己真的認為它是UFO 無意都可以為美國得到地球意外科技增添了一個說法 所以美國政府有可能將錯就錯 一直利用這個說法 一方面可以隱藏自己秘密開發出來的科技 或者是飛行器 另一方面 無論是對當時的蘇聯 甚至對現今的世界都好 得到外星科技加持之後的美國 都是對其他國家有一種警惕的作用 令到別人覺得美國很強大 由於這個策略涉及國家安全 所以就算每一任美國總統上任之前都說自己成為總統之後 會釋放UFO的秘密 但最後都沒有做到 第一 因為這樣是一個國策 第二 發現原來所謂的UFO 只不過是美國自己開發的秘密悲行器 如果揭穿了這個謊話的話 可能直接會令到美國有很多產業突然消失 所以最終都是沒有任何一個美國總統揭露到UFO的秘密 而這一點也解釋了為什麼大家會覺得UFO只是在美國出現呢 因為一切都只是美國的一個計劃 是一個陰謀論 胡假虎威 利用外星的勢力 恐嚇其他國家 令到別人以為美國是比地球上其他國家高幾班 在反對羅茲威爾事件是真這個觀點裡 我不否認羅茲威爾事件某程度上有一定的事實根據 但經過了這麼多年 人們以訛傳訛和加嚴加操之後 是否慢慢把羅茲威爾事件發酵成為今時今日我們看到這個不解之謎呢 講完反方的總結 最後一個部分我會講一下正方的總結 首先你問我信不信羅茲威爾事件呢 我個人是信的 如果羅茲威爾事件是假 那麼多年來又怎會有那麼多爆料者受到不明人士或者政府相關人士恐嚇呢 甚至乎有些經歷過羅茲威爾事件的人 為什麼他們要去到臨老又或者臨死的時候 才肯將當年的真相公開呢 因為正常來說如果他們因為要爆料而得到利益的話 那他們應該年輕的時候才爆料 那他們才享受到那個利益 那麼多爆料者都是八九十歲才來爆料 理論上那時候金錢和地位對於他們來說已經不再重要 有一個說法就是美國官方內部如果有消息是需要保密的話 相關人士是要簽NDA的 即是non-disclosure agreement 而一般的保密期限大概是五十年 這個說法就解釋得到為什麼那麼多當事人要去到七老八十才肯向公眾爆料呢 因為這個時間點已經過了他們簽NDA的時間 所以在這個時候爆料是不會對他們的人生造成任何危險的 而且在世界各地甚至乎是美國軍方自己都承認 那麼多年來他們的確發現了不少不明飛行物體 而且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也都承認了以地球的科技是沒有辦法製造到那些飛行器的 甚至乎有些民航機的機師在他們的工作生涯裡面 多次承認見到不明飛行物體 以下就有三個不單止和航天科技相關 而且還是美國政府內部的高級人員 紛紛走出來表示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電外文明 其中去年美國國會就曾經開了一個UFO聽證會 就請了三個美國軍方人士出來作證 表示他們曾經在職業生涯裡面的確看到這些不明飛行物體 為什麼會有這個聽證會呢? 試完就有一個UAP的調查員叫做David Gruff 在UFO調查事件裡面就知道美國政府有一個回收UFO的計劃 以及已經回收了UFO差不多100年 這點其實可以對應我這次的影片裡面曾經有講過兩個計劃 分別就是Project Blue Book和Moon Dust 都是跟回收UFO有關的 當David去找一些相關人士拿料的時候 即使他以最高級別的權限 其他部門都不肯給他相關的資料 而且David的上司不單止阻止David去查UFO的資料 還開始玩東西阻止他調查事件的真相 所以這個David就去美國一個類似申訴專員公署的地方 投訴他的上司阻止他正常工作 而這個申訴專員公署的頭一看就知道這件事不簡單 所以他就推到國會的層面 利用國會的權力展開了今次的UFO聽證會 而且出席這個聽證會的人一定要說真話 如果說謊的話他需要受到牢獄之災 所以連美國空軍的人都出來說這個世界有UFO 如果所有UFO事件都是假 又怎會有人那麼蠢 冒著坐牢的風險都要出來爆料呢 還有在上一個UFO聽證會裡面 David曾經親口說過這些外星飛行器裡面 是發現非人類生命體 當然非人類生命體可以解釋很多東西 可以是貓可以是狗可以是昆蟲 而他這個答白也非常有技巧 令到想搞他的人沒有一個藉口 但同時他又被公眾知道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非人類生命體的存在 還有就是曾經執行過 阿波羅14號登月計劃的太空人 艾德加米切爾 是第六個登上月球表面的人 做得太空人除了要有超高的學歷和判斷力之外 還要在心理和心理上多方面超出一般人的標準 才可以成為太空人 而艾德加剛巧在羅茲威爾長大 羅茲威爾事件發生的時候他17歲 在一次訪問裡面他親口說 羅茲威爾駐守的高級官員曾經向他說 羅茲威爾事件之後他們捕獲了一隻飛碟 之後軍方向那隻飛碟進行逆向工程 獲取了一些地球以外的科技 試問如果你努力了大半世 還成為第六個踏足月球的太空人 你會不會亂說一些東西 令到自己大半世人的努力成為泡影呢? 所以這個艾德加有可能在太空見過一些東西 再加上他做了這麼多年和航天科技有關的事業 一定知道不少真相 所以他才敢出來說羅茲威爾事件是真的 還有就是加拿大前國防部長Paul Heller 自從他退休之後 開始在各大主流媒體透露外星人的訊息 根據他的說法 外星人在幾千年前已經造訪地球 而且根據他的了解 聲稱100%肯定 至少有4個外星種族 幾千年來一直都有造訪地球 自從人類在幾十年前發明了原子彈 UFO的活動突然之間變得很頻密 原因是外星人非常擔心我們會再次使用原子彈 因為宇宙萬物是互相依存的 原子彈不僅影響人類 還會影響外星人 根據他的說法 至少曾經有80種外星人造訪地球 有些外星人的外形其實跟人類沒有什麼分別 甚至乎你在馬路上走過 你會跟他們擦身而過 例如有個種族叫做Lodic 現時就在美國內華達空軍基地工作 不過每一種外星人對人類的計劃都不同 有些他們想幫助人類 但是80種當中有一兩種外星人 是對人類極不友善的 而且他說外星人不僅來自太陽系之外 其實太陽系之內都有他們的基地 例如土星、木星、金星、火星分別都有他們的基地 但他們亦都受到一些不明的規範 例如在沒有被邀請之下 他們是不可以干預人類的活動 基本上大部分的外星人 都會respect 人類是地球的主人 但同時外星人都非常擔憂 因為他們認為人類沒有盡照顧好地球的責任 而且外星人不會隨便跟任何一個地球人合作 四種經常來訪地球的外星人 極有可能是小灰人、高灰人、諾迪 最後一種有可能是昂肅星人 雖然我個人沒辦法用實證推論 羅茲威爾事件是真的有發生過 但從以上三位政府內部的高級人員 紛紛走出來表示我們的政府 的確是隱瞞了地外文明的事實 而且他們三個不約而同 都聲稱他們接觸過地外文明相關的科技和資料 連美國政府內部的人都冒著坐牢 又或者是身敗明烈的風險去說出真話 如果他們全部都是說謊 他們需不需要冒一個這麼大的風險 而且他們說完這些謊 是不會對他們產生任何的利益 因為他們本身已經畏高權重 而且做到那些職位我相信他們一早已經財務自由 再加上他們現在爆料之後 也不見得多了很多收入 又看不到他們多了其他機會 令到他們賺更多的錢 再加上看回他們的訪問 和現時我們所知很多UFO資料都是不謀而合 還有就是很多證據都指明 美國政府內部的確是有和外星人 或者外星飛碟有關的計劃和研究 就像hacker入侵空軍電腦的案例 在政府內部的檔案 的確是找到和外星人和外星科技有關的資料 如果美國政府真的沒有這些科技 又或者沒有這些事發生的話 那它內部又怎會有這麼大量的資料 顯示和外星人或者外星科技有關呢 也有一個說法就是美國政府慢慢滲出這些資訊 就是想世界的人慢慢習慣有外星人的存在 而不是一剎那之間公佈有外星人 這樣可能會造成一個很大的混亂 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影響可能和宗教有關 我上集也有說過如果在幾十年前 世界突然之間告訴你 原來地球人有可能是外星人所創造的 或者地球以外其實是有其他文明 這樣的話就會和很多宗教裡面的教義 或者神話是有相違背 推測全世界最少有60%的人是有宗教信仰 一旦這些人對宗教的信仰崩潰 再沒有宗教去制約他們的時候 可能會對當代社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危險局面 所以在這幾十年來你看到世界政府 無論是用流行文化、電影、電視、漫畫、小說 或者其他手段 都是慢慢令人習慣有外星文明的存在 而且教宗幾年前也都轉後封說 相信地球以外是有其他文明的 整個operation其實就是想世界的人 慢慢接受有外星人的存在 大大減輕一下子公佈所有外星文明的資料 帶來的衝擊 又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沒有UFO和外星人的話 又怎麼解釋天上有那麼多不明飛行物體被人目擊到呢? 不單止美國 全世界各地都有相關的UFO目擊個案 就連我們偉大的祖國前陣在天津都有UFO出現 通常我們偉大的祖國無論發生任何事 官方一定會走出來解釋 不管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這次很奇怪 天津UFO出現之後 官方幾乎是沒有人出來解釋的 這一點是極不尋常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其實連偉大的祖國都不知道天津上面那些飛來飛去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 他根本都解釋不了 同樣的情況可以放回在世界各地的政府 而且自從智能手機普及以來 世界各地時不時都會拍到一些不明飛行物體的相片和影片 這一點又怎麼解釋我們的天空上面這麼頻繁有這些不明飛行物體呢? 當然現今科技發達都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要證實那些相片和片是沒有經過修改是更加困難的 因為如果以前要造假的話一定要是相關的專業人士 但今時今日隨便一部智能手機加個Photoshop 已經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還有一點就是那些聲稱曾經在五十一區或者杜西基地 曾經處理過UFO的爆料人士所說出來的資料 事後很多都被證實是真的 而且說得出基地裡面很多的細節 例如有些不知名的航班 每一天會送這些工作人員進去基地裡面 如果你是沒有在裡面做過事的話 基本上你是不會知道這些航班的存在 說得出這些細節的爆料者 所爆的資料我不敢說100%是真的 但多多少少都有些真實成份存在 還有要驗證一件事是否存在 其實最好就是用時間來證明 因為如果一件事是假的話 假以時日終會有人找到它的破綻 又或者由於它再沒有謎團可以被人找到 所以那些神秘事件就會慢慢沒落 其中一個挺好的例子就是今次的影片也有說過 就是寫羅茲威爾事件的作家 其實出了另一本書是講白武達三角 本書面世的一段短時間應該是十幾年左右 白武達三角這個傳說是傳得很厲害的 但隨著時間過去更多的資料 可以助證白武達三角其實是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恐怖的 所以你看到過了2000年之後 基本上是很少人再提及白武達三角這個傳說 但發現不明飛行物體這個神秘事件 就跨越了幾十年仍然有人在說 足以證明就算過了那麼久 過了那麼多年仍然沒有人找到一個很有力的證據 去破解這個謎團 再加上世界各地的政府對UFO的存在越來越開放 以及他們自己也做了很多對地外文明的研究 所以假設UFO和外星人是假 政府應該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和金錢去研究這些現象 他們研究得肯定他們自己也沒有100%否定 這個世界有地球以外的智慧生命體存在 還有一點很奇怪就是 美國政府對於羅茲威爾事件和911 都是出盡力找很多資料 希望大眾相信這些事是沒有發生過的 又或者不是陰謀論所說 政府掩蓋了很多事實 其實如果真的沒有發生過的話 一般的做法就是有些謠言自己傳 因為謠言始終都是會不公自破 如果件事真的沒有發生過的話 政府是不需要特意做那麼多事情去澄清一件沒有發生過的事 由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得出 世界上大部分的政府當他走出來說沒有的時候 其實你就知道背後究竟是有沒有 還有就是天外來客這件事不是今時今日才有的 在不同國家的歷史和文獻裡面 其實一早已經有記載曾經有些飛行器來過地球 而且曾經有些天外來客造訪過地球古代的國家 那會不會自古以來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和地外文明打交道呢 而51區杜西基地裡面又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的研究基地呢 如果外星人不是來自地球以外 而是來自地球以內的話 會不會地底裡面其實住了另外一班智慧生命體呢 那就要繼續留意大MansonD 日後將會為大家繼續講解外星人之謎 首先一開始要多謝曾經課金支持我的人 因為有整兩個半月沒有出片 草草賣賣都有一大班人名 所以今次一次過多謝你們請我喝咖啡 不過最後我還是沒有快點出片的 還有今次羅茲威爾事件這條片不單包括了外星事件 還串連地球的陰謀論 所以當你越研究得神秘學耐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事件其實是可以跨界別的 例如以前我們研究外星人的時候 只會覺得外星人跟UFO、小灰人、外星種族有關 很難亂想到原來跟地球裡面的某一些陰謀論是有關的 更加很難串連New Age 雖然New Age那部分我今次是斬了的 但當你研究深入了之後 你會發現原來不同界別的事件 是可以互相影響和串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講古文明的時候 我曾經講過 世界各地的神話可能是起源同一個源頭 因為很多不同國家的神話其實是可以串在一起的 今集我就更進一步 將不同界別的事件 全部串在一起 之後你就會發現其實所有神秘學 基本上都是同一堆東西來的 根本就沒有分什麼陰謀論 什麼外星事件 甚至乎再講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古文明神話 New Age 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的 以及今次講羅茲威爾事件 對於我來說 是完成了人生清單裡面的一件事 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坐在電視機或者是聲音機前面 聽別人講羅茲威爾事件 我沒想到今時今日 我會坐在這裡 將羅茲威爾事件 講給別人聽 我想這種感覺 大家很難會明白 因為當你喜歡一件事的時候 你有時會幻想 自己會將自己的見解 講給其他人聽 有些人只會想不會做 有些人做了但沒人看 其實我都很慶幸今天可以做到一個 這麼經典的題目 還有少少人看 不是很多人看 希望我眾多的觀眾 可能有年輕的一輩 聽完我今次講羅茲威爾事件之後 啟發了你對神秘學的興趣 到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後 我已經沒人看 然後你們就崛起取代我 將羅茲威爾事件 講給再下一個十年的人聽 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這樣我就會很慶幸 在香港神秘學界裡面 我曾經是一份子 將羅茲威爾事件 講給下一代聽 還有如果大家有看過前幾集 講神話的話 通常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都會發現同一個神話 有好幾個不同的版本 然後不同版本的神話 某些空白位 是可以令到不同的神話 可以串在一起 但都只局限於 同一個界別的神話 可以串在一起 但今次做羅茲威爾事件 由於牽連到的事件實在太多 好像羅茲威爾事件本身 原來可以串在後面的 18號基庫 51區 杜西基地 再串在MJ12 然後當中沒有死到的外星人 又引發了艾森豪威爾條約 1952年的華盛頓UFO事件 Project Shepel 和外星人艾羅 所有以上這些事件 其實它每個故事 都有好幾個不同的版本 首先我每一個題目 會將所有版本看一次 再將不合理的部分全部刪除 然後再將以上那麼多的故事 串連在一起 還要在同一條片裡說完 有時就算我篩選過那些故事 但當不同故事串在一起 你會發現其實前後是有點不合理的 好像艾森豪威爾條約 外星人艾羅和Project Shepel 我相信他們本來是同一個故事 但彼此又會向不同的方向發展 所以怎樣將它們串連在一起 這次真的很考功夫 因為涉及的故事和年份 實在太過巨大了 我自己也不敢說 這次這條片是沒有Bug 但我已經盡量將不同的事件 講到好通訊 和盡量將它們接回 所以這次寫稿都用了我非常多的時間 和大家看回我9月投出的短片 其實當時我已經決定要講一個題目 當然我沒有在影片中 告訴大家我會講什麼題目 只是說我決定了一個題目 但想不到去到9月中的時候 就發生了天津UFO事件 炒熱了UFO這個題目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月 無論是普通話或是廣東話 都突然之間多了很多人講UFO 這一點是令我恥了不及的 還有這些就是我所說的共識性事件 即是兩者又會剛剛好 在我想講UFO的時候就發生UFO事件 最後有一件事想說 就是大家可能會發現 我今次出片用的時間是多過以前很多的 我產量最高峰的時候 差不多一個月可以出一條一個小時的神秘學長片 但由於我所說的題目越來越複雜 想講的東西也都越來越多 你會見到我近這兩三條片 甚至乎是去到兩個小時或者兩個半小時 即是說我做資料搜集和做片的時間 比本來再多了一倍 還有一點就是自從進入了2024年的下半年開始 我的正職突然之間忙了很多 忙到我下班回到家 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做資料搜集 而且我預計未來幾個月都會好像現在那麼忙 其實我之前做直播的時候也有說過 2024年的下半年其實是發生了很多事情 即是阻礙了我出片的進度 或者以前沒那麼忙的時候 我晚上都會開直播打機和大家吹吹水 但基於我現在正職忙了很多的關係 所以不管是出片的進度或者是直播 都慢了和少了很多 因為有一樣東西我很清楚就是 Youtube對於我來說只不過是一個興趣 如果以現時Youtube的收入其實是養不起我 對呀因為我的專業很貴的 所以要維持我的生活質素 只可以專注在我的正職上面 所以我一定要處理了正職上面的東西 我才會慢慢花時間去做Youtube上面的東西 還有大家都知道我是慢工出細貨的 每一樣資料我都是慢慢刁鎖出來的 我不會說為了快點出片而犧牲了我的質素 我不知道2025年我會不會還是那麼忙 但如果是的話 大家將來等我出片的時間可能要再等久一點 但對於我個人來說 做Youtube和講神秘學電影的熱情 是從來沒有減退過的 只不過現時的工作實在令我太累了 又沒什麼時間 我沒辦法投放很多時間在Youtube上面 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待 未來大MansionD還會出更多更好的神秘學節目給大家 還有一點就是我前段短片也有說過 我是規劃好了未來我要講什麼神秘學的題目 我一次過是想了560多個題目出來的 大家又不要以為有500多條片 這樣就不會的 因為你看回我每次出一條長片 其實都會吃差不多5-6個小題目 那你想一下就是560多除5左右 還有不會每一個題目都是那些很熱門的題目 一定是有些不熱門的題目 我是希望安排好一點我將來的頻道 究竟是要講什麼題目 即是慢慢去鋪排 而不是一次過講完那些好爆的題目 然後就無以為計 我不希望是這樣 接下來12月我會有機會出一條電影片 不過要到時看一部電影值不值得我去講 我才會出片 另外農曆新年之前 我希望自己可以逼一些時間出來 做多一條神秘學片 等大家新年的時候 有得J一下我的影片 和拜年的時候 可以將我的頻道介紹給你的親戚朋友 表哥表弟 唐兄弟 唐姊妹 你們這些人 經常看完又不訂閱 之後就要等我過完年 在鄉下回來 休息夠了 玩夠了 吃夠了 之後才會再想做下一條片的題目 因為一個人一定要有生活 才會逼到一些有quality的 content 還有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會發現我頻道會多了一條playlist 叫做Dimension D2.5 這個playlist的主要作用 就是我將來會在長片裡面 剪回一些可以獨立成章的短片出來 之後放在Dimension D2.5這條playlist裡面 用來增加喜歡看短片的觀眾群 但是長片一定會先出 這個是不變的定律 短片只會是在那條長片的view數 去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我才會開始剪回一些短片出來 放到Dimension D2.5那裡 還有將來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小的章節 或者是剛剛講過的講鬼故 我都會放到Dimension D2.5那裡 即是說Dimension D2.5一定就是短片來的 而Dimension D一定是長片來的 希望到時大家都會支持 還有就是大家記得follow我IG 最近我IG的follow人數已經突破了3000 多謝大家 Dimension D的youtube channel 會繼續講回神秘學 電影動漫和直播打機 如果大家想了解大大的生活 例如去吃了什麼好西 又或者和文化潮流藝術相關的東西 記得要follow我IG 另外這裡也想講講後備台 即是Dimension D2號台 雖然我現時是沒有定案 但我初步的想法就是 將遊戲的gameplay片 雖然沒什麼人看 搬去第二個channel 所以我就開了一個2號的channel Dimension D2號的channel 那我就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希望大家都去subscribe我的2號的channel 2號的channel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用途 就是它作為主台的backup 就是一旦Dimension D主台將來有什麼事情發生 整個台沒有了的話 大家都還有一個2號台在這裡 如果不是只要主台倒閉的話 或者被youtube蓋了 那大家將會永久地失去Dimension D 所以2號台除了放一些gameplay片之外 另一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作為主台的後備台 以免將來有什麼問題發生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說實人放火 外星人 youtube最不喜歡這些東西 暫時2號台只有台 就不會出片 出片都是留在主台 2號台暫時的定位 一帶一個定位應該是backup台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永久沒有Dimension D這個台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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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subscribe我2號台 在資訊欄下面 至於10萬訂閱的那塊牌子我已經收到了 很多人就叫我拍開箱 但其實我一直在想會不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去做這件事 我現在還在構思 可能會拍可能不會拍 最主要我希望這個idea是特別一點的 所以如果是純粹拍一個開箱片 我就覺得沒什麼吸引力 所以10萬訂閱的那塊小牌子 將來想想會不會找到一個有趣一點的idea來做 還有就是我發現了 雖然我過了10萬訂閱 但其實你們很多人都說錯了我的名字 我是叫大大 第一個名字是Dimension D的大 第二個是大小的大 就叫大大 你們很多人叫我兩個大字 要不就DIDI 過了10萬訂閱了 你們可不可以叫對我的名字 還有我發現一件很過份的事情 原來差不多9成的人看過我的影片 都是不訂閱的 沒理由的 你們又說大大的影片那麼高質 又說香港難得 有這個廣東話講神秘學 又說什麼大大不紅 天理不容 但是都竟然沒有人訂閱我 那你們真的不怪我以前一年才做一條神秘學片 所以這裡緊急呼籲大家 如果大家還想看到我的神秘學片 記得訂閱、Like、留言 還有最重要是分享給你三個朋友 去擴大我的訂閱數 好啦今次這條影片就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